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阿财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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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前两天的台风假大家都在干什么 当那个风雨最大的时候 你有想到什么吗 你该不会告诉我说 你在准备那个农期的管理学 对不对 可是你有感受到 在那个风雨最大 风雨飘渺之中 你有想到什么事情吗 你有没有想过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如果没有 今天过晚没有明天的话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没有想过 那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怎么办呢 就台风过后 然后这个地球就消失了 大家都不见了 那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 继续把书拿出来看啊 不是吗 不然能够做什么事 你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 所以你只好什么 掌握当下活在当下 很努力的去生活 好 所以呢 我们不管在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曾经问过的同学 马丁路德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 我也要种下我的葡萄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葡萄长大了 会怎么样子 那到底它会不会长大 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还活着 我今天就要继续努力 所以我要把我的葡萄种下去 那就有同学问我 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话 老师你今天要干嘛 活在当下 对不对 可是私底下台下的同学就说 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 今天该考试还是会考试 今天该上课还是会上课 这就是老师的原则 记住了吗 好 所以今天该讲的主题 还是跟这个照着我们的进度来讲 那我今天要强调是在法规上面 最重要的 我们要从土地开始讲起 因为农业生产最主要的 就是建构在这个土地之下 所以我们要来看土地 在我们讲土地相关的一些法规的时候 我想昨天的这个台风 应该会给大家蛮大的一个冲击 这里面有很多的部分 事实上跟土地法 是有蛮大的一个观念 然后在最后我们修炼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 农业对这个土地的一个保护的话 它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它可以再次的凸显农业的一个重要性 好 那这里面我跟大家介绍的一个 这个相关的法规 第一个当然我要介绍土地法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讲农业发展条例 大家都会说 这个农业发展条例的话 它是我们农业的基本母法 就像宪法是国家所有的法的一个基本法 所以农业发展条例的话呢 是我们农业的基本大法 然后再来我们把它缩小到农场登记 那我刚刚又再补充了一个 是牧场登记的一个部分 然后还有大家都很喜欢讲 尤其是回应到我上个礼拜讲的 其实观光休闲的一个部分 是农业的一个附加价值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把休闲农业辅导管理办法的话呢 也再出来做一些说明 好 这个是 我们有办法cover到所有的这个农业相关的一个法规 但是我们有农业法规的课程 所以我聚焦比较在这个跟土地相关 跟你开始要去创办一个农业的时候 做一个牧场经营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好 那土地法的法源呢 就是真正的一个母法 当然就要回到我们的宪法 回到我们的宪法 所以这宪法142条 所以很多的法我们可以修改 但是呢 宪法是不能够经常去变动它的 它是所有法规的基本 那我们的宪法142条说 国民经济应以民生主义为基本原则 实施平均地权 节制之本 以魔国际民生之君主 好 所以 当然我们知道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 在民国36年的12月25号通过 那我们的整个宪法的立足点 当然是从孙中山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三民主义 从这边衍生过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经济上面 我们强调的是所谓的民生主义 可是我们强调的是平均地权 因为在过去这个中华民族的 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上面 当你的土地过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 其实大概它就一直不断的衍生出来是这个 就是革命 要去推翻前一个朝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一直到民国初年的话呢 事实上我们还看到有非常多的这种大地主 它有非常多的一个土地的话呢 然后其他人可能都是在帮他做电农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这个孙中山先生 他所要推翻满清政府的一个 蛮关键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中华民国这个政府到台湾来 第一个实施的一个工作呢 当然就是所谓土地改革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目标呢就是要平均地权 那为什么要平均地权呢 我们再看到下一条 中华民国领土内之土地属于国民全体 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权 应受法律之保障与限制 私有土地应造价纳税 政府并得造价收卖 所以所有的土地 中华民国领土的土地包含哪些地方 不知道我以前读的地理 跟你们读的地理是不一样的 我以前读的地理呢 最北呢到这个 到黑龙江是不是 最南到珍姆安沙 最东的话到帕尔米尔平原 这最东的话呢 我已经不记得了 远比我们现在的这个台湾岛的话呢 这个范围来得大得非常的多 所以照这个宪法来说的话呢 这些土地呢 都是我们2300万人所拥有 那所以大家是共有 这是所谓平均地权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们允许的是 私人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所有权 不是使用权 而是所有权 所有权的意思是 当然你就可以什么 任意的去使用它 而且你这个所有权是什么 被保障的 就是说在这个宪法之下 只要经过那个依法 当然依法是 等一下我们要讲的这个土地法 根据这个土地法 你取得这个土地之后呢 你的这个所有权是 法律保障你的 不管是宪法 或者是这个土地法 它是保障你 但是我们必须要回应到前面讲的 平均地权 所以要受限制的 一个人的土地 这个所有权呢 你不可以是什么 无限扩张 对不对 你不可能说一个人的土地的话 国家一半的土地 都视为你所有 应该有一个 某一种程度的一个限制 再来呢 你用这个土地 你拿来做什么事 你可以做很多事吧 所有的身材 应该是从土地开始 好 所以你拿到这个土地 你是不是就应该要缴税 你应该把这个 你使用土地的这个成本的话呢 你应该会亏到全体国民 因为土地是全体国民所有 那我们也给政府一个权利是什么 可以照价收买 虽然你可以有这个所有权 但是一样的 在特殊的情况之下 政府可以有这样的权利的话呢 把它买回来 照什么价格 照土地的公告价格来收买 当然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嘛 总不能说 政府还蛮土匪的 蛮流氓的说 我今天要收你的土地 就收你的土地 没有一点回馈 因为你可能在这个土地上 你已经做了一部分的一个投资 你去做了一些改良 那当然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回馈呢 给这个原来的这个地主 这同样143条 这些都是下面的每一个项啦 那我把它分开一些 附所于土地的矿及经济上 可供公众利用之天然力 属于国家所有 不应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受影响 所以如果在你们家的农地上 发掘石油 发现房金 这是国家的 这不是你的 所以包括说 你在你们家这个地下呢 挖出来 这个几百万年前的恐龙化石呢 这都不能为占为 占为你所有 因为它是属于什么 公众的 它是属于公众的 然后土地价值非 应是以劳力资本而增加者 应由国家征收土地增值税 为工人们共享之 好 这就是土地增值税的一个法源 也就是说 原来一块 原来的一个土地 那如果你不是在上面耕田 你要耕田的话 你是不是要去整理土地 你要把土松掉啊 你要施肥啊 你要去做稀才能够种菜 你要去离田 你要去不断地去 让这个土地的话呢 让这个细菌呢 让太阳去晒它 让它可以生产 所以这是你有劳力 那比如说你有机械去耕种 你有投入肥料 这是你资本 那或者呢 你去盖房子 你去盖了这个工厂 你可以在工厂里面生产 或者你去盖了商场 然后大家在里面做生意 这个都是因为你有资本投入 所以土地的价值就增加了 可是有一些土地呢 没有做任何事情 因为周边经济环荣起来了 这个土地的价值增加 你没有盖商场 你也没有拿去种地 你也没有做任何事情 只因为你周边经济环境变好 土地价值就增加了 像这样子增加的一个价值呢 我们就要增加土地增值税 因为不是你努力来的 是我们大家你周边的 这所有的人的一个努力 让土地的价值增加 所以当然要收土地增值税 那土地增值税呢 应该是什么 一个国税的一个概念 因为它要供人民共享制 所以这个税呢 应该要分散给所有的老百姓 因为这个不是你的 土地增值税 不是因为你努力来 所以如果是你努力来的话呢 当然是要回馈到你身上去 可是你没有在这个土地上 进过任何一份地的话 一份力 你没有投入任何的一个资本 那这些所有的增值 土地价值增加的那个部分 当然就不归你所有 同样143条 国家对土地之分配与整理 应以福职自根农 及自行使用土地之人为原则 并规定其适当经营之面积 所以这个土地的一个分配 应该优先分配在哪里 在农业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理解了 因为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上面 土地经常集中在少数的地主手上 地主的话呢 他就拿这个土地 他其实自己不生产 然后他就租给电农 电农生产 然后他就去收这个租金 那你租金呢 比如说以前是1000公斤 1000公斤的稻股收入 那地主可能就收了多少 900公斤的地租 那剩下100公斤是农民所有 这当然就非常的不公平 他没有投入任何 他只是把土地拿出来而已 那没有办法 因为土地就是他的 那农民的话呢 那些所谓的电农 他又没有其他的身材之道 所以他只好去租这个土地 然后去赚那个什么 一年100公斤的稻股的一个收入 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所谓的375减租 那我们就说 你的地租只能收多少 100公斤里面你只可以收375 其他的应该贵电农所有 因为电农的投入是更多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土地改革的 这个刚开始 后来我们就开始实施 所谓的根者有其田 既然是你又不种田 那土地就给谁 要种田的人 所以我们要胡植的是 所谓自根农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真的要种田 你需要土地 那你不是种田的人 你要土地干什么 当然最开始最早的时候 所有土地都是什么 皇帝所有 所以在这个 在地制的时期 土地当然是皇帝所有 帅土制 帅土制必莫非黄土 不是都皇帝的吗 所以皇帝说我把这块地 封给这个诸侯 封给那个大将军 封给谁 然后他的下面呢 这个土地上在种植的 他都是 都是他所谓的他的这个 他如果是领主的话呢 下面当然都是他的电农 帮他生产的 这是在地制时候的一个情况 但是民国之后的话呢 土地应该是全体国民所有 所以怎么样来分配土地 谁应该优先 在我们的宪法里面的话呢 是农业 是福祉制跟农为主 所以才开始有这样子的 这个所谓的 跟着有其田这样的一个想法出现 好 那146条的话呢 这条跟土地可能不太有关系 跟农业就有关系 国家应应运用科学技术 以新修水利增进地利 改善农业环境 规划土地利用 开发农业资源 促进农业是工业化 所以你可以从宪法里面看出来 中华民国的宪法 其实还是蛮以农业为基本的 然后对农业的话呢 政府应该要投入相当多的资源 这是宪法上面非常明文规定的 政府该去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拿这一条 同学如果以后有机会 你当立法委员的话呢 应该站在农业的角度多发生 对不对 从这个角度 从这一条146条来讲 国家的这个经费预算上面 放在农业的比重 是不是应该相对高 不是吗 政府该做这么多 跟农业相关的事情嘛 那所以你投入在农业的部分 这个预算的这个比重 有多少事情是在做这里 这是我们看到的 你在回顾过去 发生的一些 跟土地相关的这些事件里面 你可以想想政府 有没有在好好做这件事情 在这个执行 宪法146条 这篇该做的这些事情 好 所以你应该立志 当立法委员 对不对 好 帮农业发生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土地法 那你可以看到 它在民国19年 不在台湾的时候就钉钉了 好 这些都是了 好 我把这些言格放出来给大家看 你可以知道 我们曾经在这个法上 做过非常多的努力 好 我们一直努力的 让把它完善 可是呢 有时候不见得是让它更加完善 可能更加的造成更多的困扰 如果说在修法的过程里面 不是非常的投入的话呢 那这个法可能又越修的话呢 其实它可能是越不公平正义 好 那所有的法 所有的法 不知道你的 在你的通事课里面 你是不是被要求要去修 跟法律相关的课程 然后在这个法律相关课程里面 大概会告诉你 什么叫法规 什么叫做行政命令 什么叫做原则 什么 它有不同的位阶 然后每一条法的话呢 你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来看起 好 至少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的话呢 我觉得至少第一条 你一定要去看 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还有再来就是它定义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法里面呢 它所有的这些名词的定义的话呢 你要先知道 这样子 你在后面看相关的法条 你才能够充分的掌握 它相关的一个精神 好 所以土地法里面所谓的土地是什么 好 不是你想象的 就是陆地才叫做土地 它包括是什么 你可能包括有河川 有湖泊的地方 我们还是把它当作是土地的一部分 好 那前面有讲过土地下面 土地下面可能有矿产 好 可能有这个文物 有其他的资源 好 那这些都还是算做什么 都是在土地里面 都在土地里面 好 那 我们讲土地当然是全体国民所有 好 可是私人所有的话呢 要依法取得 才叫做私人所有 好 那共有土地的话 这个在土地的分配上面的话呢 好 我们相对于私有的话呢 我们共有土地呢 就是国有土地 它的所有权人呢 如果在就是直辖市 或者是在地方 好 这就是所谓公有土地的部分 那各位同学 你现在占的这个土地 是什么土地 你现在占的 台湾大学 对不对 这块地是属于谁的 属于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是 国立 所以它的土地呢 是公有的 好 它是公有的 好 所以以前我们有校园 我们有很高的围墙 把它围起来 然后我们觉得 台大嘛 校园嘛 不应该让什么不相干的人进来 对不对 好 只有老师学生职员可以进来 后来我们觉得 既然它是公有土地 那不是大家都应该去分享这个土地吗 所以我们就把围墙打掉 然后我们就开放 让周边的这些任何人 其实都可以进来 好 在这个所谓的 尤其是 这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校园的话 更没有必要去用围墙的话呢 把它跟外面的人把它区隔在 把它做区隔 所以台大的这个土地的话呢 是公有土地 它是属于公有的一个土地 那当然它的职属 它可能是国家的某一个单位 当然它不会是属于台北市 它会属于中央政府 它可能是属于教育部 或者是属于国家财产局 基本上应该是属于教育部 然后委托给台湾大学来管理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这个土地 特别是在这个管理的一个机构的话呢 这是所有法里面都要厘清楚的 像地震的话呢 我们就使用地震机关 比如说你要做地级的登记 地级的改变 这些的话呢 都有地震机关来执行 那很重要的 我们看到自根 自根 我们刚刚前面在宪法讲过 我们不是要扶植自根籠吗 所以我们对自根籠的话呢 就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定义 好 那这个土地法里面讲的自根是什么 自根是你自己耕种 然后来维持你们的这个家庭生活 就是说你全家的生活要靠什么 靠耕种来维生的话呢 全部靠耕种来维生的话呢 那我们就说你是一个自根籠 好 那以这个定义来讲的话 大概自根籠的比率是非常低的 大概自根籠的比率是非常低 好 因为我们的耕种规模相对是比较小的 好 所以一整家人的生活 全部要来自这个耕种的话呢 相对是比较困难 好 那土地债券的话呢 是土地银行 依法发行的债券 好 就是土地银行是 在这个银行法里面 它是属于专业银行 它的目的 所以设立的目的呢 最主要就是它要做这个土地相关的一个融资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它要去买卖土地 譬如说我们要执行这个自根籠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呢 政府需要有裁员 那这裁员从什么地方来 那我们就透过土地银行去发行所谓的土地债券 去跟民间来借钱 借了钱之后再去买土地 然后呢再去给这个自根籠的话呢 让他们来承租 甚至就是我们去做所谓工地放铃 我们要去再去做这个土地整理的过程上 政府需要的这些经费的话呢 那就可以透过土地银行来发行土地债券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好 所以土地银行它是一个专业银行 好所以你可以去看土地银行 它的这个相关的组织办法 还有它进行的这个所有相关的这个业务的话呢 大概都是跟土地有关系的 那所谓土地债券呢 只有土地银行可以发行 其他银行它不可以发行所谓土地债券 即使它去做跟土地相关的这些业务的话呢 它也不可以去发行土地债券 所以土地债券是一个专有名词 好 那再下来的话呢 那是我们土地的使用的一个分类 好 我们大概分为这四大类 好 四大土 这个四类的一个土地 好 第一类的话呢 就是建筑用地 第二类的话呢 就是直接用在生产上面的 好 这里面包括农地 林地 渔池墓地 狩地 盐地 水源地 池塘 这些就是可以拿来生产的 好 可以拿来生产的 第三类的话呢 就是交通用地 好 是交通用地 第四类的话呢 其他 沙漠 雪山 这种地方 也不适合人住 也不适合耕种 对不对 你不可能在那边盖房子 你在沙漠盖房子 将来可能会 好 将来它也可能可以用来生产 如果我们有比较好的科技生产的这个技术的话 我们可能在沙漠里面我们可能可以盖植物工厂 好 或者像以色列的话 他们有比较好的灌溉的这个地灌的一个系统 所以他们可以在沙漠里面生产 好 但是就目前来讲 你可以看到第四类的话 当然前面这些都不算的话呢 好 就它前面这些功能它都没有 我们就把它归在第四类 好 好 那另外一个我们常用的名词叫土地改良物 叫土地改良物好 所以附着在土地上面的建筑物 好 或者工事好 这个都叫做建筑改良物 附着在土地的农作物或其他的这个植物 水利土壤的改良 我们叫做农作改良物 好 所以房子的这个建筑物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叫什么 建筑改良物 好 那如果是农作物的话呢 包括像水池 好 我们去挖了这个水池的话呢 好 好 好 我们去做了一个 去在这个 在盖了一个水塔 在这个土地上面盖这个水塔 为了要去灌盖用的这样的一个水塔的话 这些都叫做农作改良物 好 它就叫农作改良物的一个部分 那为什么要去定义这个 因为我们在政府的造价收买 好 或者是在所谓的征收的时候 需要做补偿 好 所以要做购买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当然要把土地改良物的部分都算进来 好 所以 譬如说我要征收你的土地 那这个时候土地上面 你有种有水稻的话 好 我要征收你的土地 我当然要把你的水稻的价值 帮它算进来 好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土地改良物的一个部分 好 我要一并计算 好 这是第十条 好 这是这个 再一次 好 就是从我们的宪法里面 再一次的引申到我们的土地法 好 第十条 这个中华民国的 领土内的土地呢 都是属于中华民国人民全体所有 好 那 第十二条 市有土地因天然变迁成为胡则或可运 通运至水稻时其所有权势为消灭 好 这个 就像台风过后对不对 好 然后土石流下来 这个房子就不见了 那条马路就不见 就特别是这个土地被冲上完之后 土石流冲上完之后 那你的土地呢 就不见了 好 这样子所有权就视为是消灭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我们说沧海变商田 真的 你的这个土地的话呢 可能就因为这样子就不见了 可是 这样子挺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看到下面一项 前向土地恢复原状时 经缘所有权人圣名为其原有者 就可以恢复其所有权 好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保护你的土地 好 只要经过是天然变迁的话 这个一个雨突然下大了 然后你们家就变成这个湖泊了 然后上面还可以走船的话呢 你家就没有了 就是这样子 除非它可以恢复原状 所以这是第十二条 好 第十四条的话呢 就是说这些土地 基本上呢 它是禁止为私人所有 就是特别的有一些土地的话呢 绝对是不可以为私人所有的 像海岸一定限度内的土地 第二海岸有这个海防的 对不对 国家的这个防卫 好 国防上面的一个考量 好 所以在某一个范围之内的话呢 当然它不可以为私人所有 好 所以像这个肯定国家公园 它不是可以迫及到那个海边吗 像南湾 好 那个小湾 那个地方的话呢 那些土地基本上 就说我们现在去游乐的那些地方 基本上 事实上它都会是 它都不会是私人土地 它都会是公游土地 好 因为它随时都有可能 好 变成有国防上的一个考量 现在我们可能 太平盛世不需要 好 不需要有这个海防在那边警备 好 可是万一有战争的时候 跟菲律宾打起来了 好 那边可能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国防基地了 好 我们就不可能在那边玩香蕉船了 好 所以那边的土地的话呢 那些所有经营业者 他绝对是跟这个 屏东县政府 或者跟我们的这个肯定国家公园 来乘租的 他绝对不会是私人土地 好 然后这个 我们看到 如果是天然形成这个胡者 而为公共需要者 及其沿岸一定限度之内的 是土地 也不会为私人所有 好 这就像我们有些水库 好 有些水库像这个 真文水库 他的这个 真文溪的最下游 我们就有蓝坝建立的这个真文水库 然后他在他的这个坝边的话呢 好 就是沿着这个河边的话呢 好 他可能有一些 这个土地的话呢 他就不会是开放的 他就会是公有土地 好 然后 水道 应该讲的是这个 好 我们有那个湖 湖山手水库旁边 有几个湖嘛 有一个山湖潭之类的 好 像那个 都不会是 他岸边呢 都有很多土地的话呢 都不会是开放给私人所有 好 公共的交通道路 好 这一定嘛 好 你不会说这个国道一国道三是你们家的吧 即使曾经是你们家 现在也都会是政府所有 好 所以我们常讲继承道路 继承道路 他变成是公有道路之后 他都会变成是公家所有了 好 矿泉地 瀑布 好 水源地 这个也都不会是私人所有 好 明胜古迹 这不是那种 什么古错的 什么林家老错的那一种 好 就是 应该比较看像台南的孔庙 对不对 好 台北市的孔庙 不是要祭孔大典吗 对不对 这种地方的话呢 就是明胜古迹 好 他就不会是私人所有 好 好 你可以看到好 这些如果变成私人的话 不小心变成私人的话呢 政府都会再把它征修回来的 好 为什么会变成私人所有 我们有所谓的三英部落 大家听过没有 就在那个什么大汉西旁啊 或者新殿西旁啊 有一些原住民他们就从 从山 从山上下来 然后他们可能就在西边 好 比较浅滩的地方他们就在那边落户下来了 好 然后在那边盖房子 好 然后久而久之呢 他变成他们家的了 好 就变成他们家 好 这也是蛮奇怪的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觉得说 这是违章建筑 可是住的人就说 为什么违章 我是违章 你还跟我收什么 还帮我拉这个自来水管 还帮我拉这个拉电线 好 你看我都有缴税 对不对 好 我也缴电费也缴水费了 好 那为什么你说叫违章建筑 这政府还蛮奇怪的 既然他是不合法的使用 还给他拉这个水电 好 那所以他们占久之后呢 就当然聚地为王 久了就变成是你的 就有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包括我们台大 不是也有一些土地被侵占吗 好 那比如说绍兴社区是不是 好 绍兴社区的话 我们不是也跟这些住户的话呢 有很多的这个 述松在吗 刚刚讲过台大市共有土地 可是这些可能当年 他们从大陆来台湾的时候 没地方可以居住 他们就这样子站下来 站下来之后久了 他们就说 这是我们的 好 所以很多的这种历史的一个背景 你说是谁不对呢 台大站在一个管理工有土地的一个 代管人的角度 我当然必须要去捍卫我们的国有土地 可是队已经在那边住了 他们觉得我们也在这边投入了 这边又有我们生活 有过去我们的回忆在这里面 我们投资了50年的岁月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也不应该来占领 来把它敲回 把我们的房子破坏掉 把土地收回去 觉得这也不公平 这些类似像这样的问题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所以确实我们有看到 有一些私有土地 可是这些私有土地 应该照这个法 土地法来讲应该是用什么 征收 一法要征收 好 那下面这些土地是不可以转移的 也不可以这个设定负担 或者租赁给外国人 林地 余地 修裂地 岩地 矿地 水源地 军事药地 这些都不可以租赁给外国人 所以你从前面的这几个地方 你可以看 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属于生产 直接生产用的土地 当然你不可以租给外国人 因为第一个 我们先顾自己 我们自己要拿来生产用的 所以这些土地 当然不可以租赁给这个 不可以转移 不可以租赁给外国人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 可是如果它是掩护了一下呢 用外资进来呢 有没有可能 这就是我们要去小心的 对不对 基本上好像没有把它放在这里 对不对 林地 余地 或许觉得林地 那个农地的话呢 如果是外国人要来买的时候 最后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其他这些土地 我们大概就比较不会注意到 所以特别要把它标示出来 好 好 第28条 还记得宪华讲 我们要限制每一个人的面积 对不对 所以28条讲的地权调整 对于私有土地 斟酌地方情形 土地种类及性质 分别限制个人或 团体所有土地面积至最高额 好 但是前向 私有土地面积至最高额 因经中央地震机关之核定 好 所以地方政府 之下市啊 或者是县市地方政府 它可以对它的管辖区里面的 这个私人土地的 这个土地的这个持有面积的话 它可以定上线 它可以定上线的 这是第28条 只是说这个 台北市要规定说 私人可以拥有的土地面积 只有一公顷 建筑面积只有一公顷 那台北市政府要定 这样的一个规定的时候 它必须要经过 中央的地震机关 应该是内政部 经过他们的核定的话 才可以去做这样子 这样子实施 好 所以当我们在讲说 我们的不动产市场太高了 大家 这个 大家的这个土地呢 好像 特别是在房价的 这个房屋的这个部分的话 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土地的部分 是可以去限制的 好 那 这里你看到是个人跟团体 所以我们讲说 财团他们可能掌握了很多的 囤积了很多的土地的话呢 其实根据28条 根据28条的话呢 直辖市 或者地方政府 事实上是可以设限的 是可以设限的 只是说 这个 政府要不要做这件事 好 那 在这个限制的一个过程 好就是 28条讲说 我们要设一个上限 那我多出来的部分呢 我多出来的部分的话呢 那政府会怎么样管理呢 好 当他设限的时候 好这个政府他就会 他就规定办法 在一定期间之内 将额外多出来土地的话呢 划分出来出售 好 出来出售 如果你没有做的话呢 政府就可以依法征收 依法征收 那征收的时候 他给你的补偿地价呢 可以搭配土地债券使用 好 可以搭配土地债券使用 好 所以 我们之前有几次的 这个土地征收上面 出现一些问题 好 那 你说政府很 压霸 说他很这个 非常强势或什么 其实他还是依法有据的 好 譬如说29条 好 这个地方当然是 他做了一个限制了 好 政府可以是做这样的一个限制 那限制之后呢 他就告诉你 公告 什么期间 我们最多每个人只可以 有一公顷土地 超过的话呢 你要赶快处分掉 所以你就要赶快去卖掉 这样子 好 那如果没有卖掉呢 政府是做什么 征收 征收给你 他可以不要给你现金 他给你债券 他给你债券 他就不是现金给你 因为土地债券的意思的话呢 这个债券 他只是 他可能给你十年二十年到期的债券 那 这期间每年只给你利息 好 十年二十年之后的话呢 你才可以拿到一笔现金这样子 好 所以跟你拿现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这是政府可以做的 好 你大概在台北市 你大概在台北市 如果你家有土地在台北市的话呢 那你就很了不起了 好 那我们多数的土地大概都是在中南部嘛 好 所以大家多数都是属于不在地主的这个部分 那你看到 政府对土地征收是以不在 这个不在地主的土地为主的 它排在第二顺位 好 那像这个土地处分 土地限制的时候 这个处分呢 给你一定的期限 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规定做的话呢 政府是有法来执行的 它是可以执行的 好 所以 与其你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再去抗争 你应该要什么 在事前 你就去做一些足够的了解 好 那如何确保你的土地 你说 这条 地方 那个就是 之下室或地方政府去设定的 个人跟团体 对 刚刚看到 你看到个人跟团体都可以去设定 OK 好 所以如果确保你的土地呢 当然你要做什么 土地登记 好 你要去做这个土地登记 那土地登记的话呢 我们现在讲的 以前我们叫代书 可是我们把它专业化了 它现在叫做 叫地震室 叫地震室 就有委托这个专业代理人的话呢 来帮我们执行 所以它也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职业 那 等一下我们看到第87条 建筑用地 你要记得我们土地分四类 对不对 第一类是建筑用 第二直接生产 第三类是公用交通的 第四类是其他 属于建筑用地依法未使用 我们就视为空地 好 所以空地的定义是什么 它是建筑用地 相对下一条的话呢 如果它是农业或其他 直接生产用地的话 没有使用 那就叫荒地 好 所以空地跟荒地 这两个的对照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你就不要用错了 好 好 那这个 即使你很努力的在土地上 你说建筑用地没有使用 就是你上面没有盖任何建筑物的话呢 那就叫空地 那我去盖一个小小的鸽子笼 算不算呢 好 下面就告诉你 如果你的土地建筑 土地建筑改良物的价值 不及所占地基 申报地价的百分之二十的话呢 还是算是空地 好 所以照 所以这个 你要是只像 投机说 我就盖一个什么 放一个货柜屋 啊 放一个什么这样子 基本上 87条是很清楚的 你必须要超过多少 百分之二十以上的价值 就是如果你要去盖一个鸽子笼的话呢 也要盖得金币辉煌 让它的价值呢 超过土地的价值的百分之二十 好 那荒地的话呢 就是你没有做任何的农业生产 好 可是如果是农业生产必要是休闲土地的话 你就不再此限 也就是说 譬如说我需要做 我要去做这个轮座 那我要让土地去休养的话呢 让我土地可能有半年的休耕期的话 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好 好 那88条很清楚 我们看到 我们希望我们的农地 基本上都是在从事农业生产 不要有荒废 荒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就有人就挑战了 那我们不是这个鼓励休耕吗 为了加入WTO的话呢 我们要很多的这个稻田的话呢 除了转座之外 我们就补助休耕 好 我们就有一公顷 多少钱这样补助休耕 那跟这个88条是不是就有违背的这个情况出现了 没有 如何去自圆其说呢 如果你荒废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应该 既然是荒地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 荒地的话 我们可以克这个荒地税 那可是我们现在呢 不但不克税 我们还要去补贴你 鼓励你去休耕 同学不认为 这也有违背 生产之必要 生产之必要 生产必要之休闲土地 你觉得是 为了不要有那么多的生产 国内的产量不要那么多 好 大家可以接受这个说法吗 在那个情况之下是 确实是这样子 可是这两年我们又改变政策了 我们还是又回来什么 鼓励生产 好 所以 因为在修耕的过程 为什么我们要 我们还是鼓励生产 而不是要修耕 因为在修耕的过程上面的话呢 这个 就像房子没有人住的时候 就容易 其实房子 因为没有维护 它其实更容易就是崩坏 土地不去使用 为什么强调它叫改良 因为你没有一直去使用 增加这个肥料 或者去做田间的一个管理的话 搞不好就有很多的 比如说像老鼠啊 什么就在这个土地里面来生产 就在里面居住了这样 野草虫生 然后就会要鼠窝出现这样子 就会很多的病虫害的话呢 就从老鼠会衍生出来 所以基本上 当然除了生产之外的话 土地管理的这个角度上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在修耕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发现了 其实产生很大的一个原因 那接着我们又发现说 其实国内的这个粮食制给率的话呢 又不是那么的高 所以我们再开始去鼓励说 是不是应该去做转座 要去做这样子的 另外一个鼓励土地的一个使用 好 所以确实在2001年 02年我们要加入WTO的时候 因为要开放稻米市场 8%的这个稻米的 国内的这个生产量 所以当然最快的一个解决之道 就是减少国内的稻米生产 所以当时做修耕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话呢 确实是一个不得不的一个做法 同学的解释是蛮可以接受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89条延续刚刚 87对空地的定义 88对黄地的定义 89的话呢 对私有的空地 黄地的话呢 可以划定区域 规定期限内强制依法使用 好 与其不使用的话呢 可以照申报地价收买 好 就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整个在土地的使用上面 我们是很正向积极的 希望土地是充分利用的 好 所以我们不希望看到空地 也不希望看到黄地 好 好 然后 96条的话呢 好 所以土地之外的话 我们对土地可以有 这个所有权的一个上限 好 96条我们对自住的房间 房屋间数事实上是有限制的 好 事实上是有限制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人呢 其实你不 你在持有的这个房屋数 所有权的这个房屋数的话呢 是可以限制的 好 好 那 所以在 前两年 这个非常 非常这个大家关注的这个 房价过高的一个议题上面的话呢 政府不是做出来 就是 我们做的是 对于这个 地价的 房屋税的征收上面 对 好 就是如果你有 我们只有一个自用住宅 是可以适用自用住宅的 比较低的税率 好 好 然后超过的话呢 就要收比较高的税 好 然后我们后来规定的是 超过两户几户以上的话呢 那你要缴的这个税的话呢 他可能又要 房屋税的话呢 他又要double 好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 这一条说的是什么 他是直接限制你的房屋数 房屋数 就每一个人你可以有几间房子 只是说这个几间房子必须是民意机关是同意 好 就不是中央地震机关的核定了 好 是应该是相对应当地的这个民意机关是同意 所以你知道这个绝对不会通过 对不对 因为这个民意代表自己可能就很多房子 好 所以他绝对不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但是在我们的土地房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规范 好 但事实上真的要执行的时候 这个房屋数还牵涉到应该是什么 面积大小嘛 对 好 那有一个搞不好他只有小套房 他有一百间小套房 跟你有这个三间 可是是超大的这个房 那种农庄的那样的一个房子的话 那是概念上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这个房屋数应该怎么样子来设计的 来做限制 当然还是要具体考量实际上的一个情况 好 但是96条的话呢 确实是给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呢 可以去做这样做这样的一个限制 好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又不会觉得政府又管太多了 就我们在讲 我们在讲这个上礼拜 我们在讲经济体 我们有讲自由经济 市场经济 讲计划经济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两条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看到觉得政府是不是又管太多了 你管我房子几间 你管我土地多少 不是吗 这不是又违反这个自由经济的想法了吗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子规范的话 土地是不是还是又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上 那他不是又再回到 好 我们抗争的这么 我们争取这个民国的建立 我们争取所谓的这个实施民生 这个民生主义这么多年下来 是不是又回归到过去了 土地资本还是集中在少数人的一个手上 不是又变成这样子吗 所以政府是不是还是应该要有点干预 好 宪法还是保障了 还是给政府有这样的权利 好 就是七条呢 他说这个房屋的租金呢 不能超过土地及其建筑物申报总价年息的10%危险 好 所以这条某一种程度上 就是如果说我们讲我们的租金 房屋的租金是蛮低的 只有10% 好 可能97条是有一点影响 好 好 这里面 有一点 下一条好 就跟这个 土地是有关系了 好 因为过去一直从这个历史演员上面看到 地主他租房 他的土地出租的时候 那个地租都收得非常的高 所以当我们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地租上面的这个金额不能过高 对不对 那相对应的 好 我们在房租的上面的话呢 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规范 这个土地的租金的话呢 不能够太高 好 可是这样又变成 就转这个影响 后续的一个影响 那土地我靠什么赚钱呢 我本来拿房子来出租 我要靠租金来收入 可是你租金就是最高只有10%的话 那我是不是 就努力的去期待我的房子能够增值 我把房子卖掉 好 就变成是靠土地的 靠房屋 靠土地的这个价值增值的部分了 而不是在靠租金 好 所以某种程度上呢 或许这个10% 可以去做一些适度的一个调整 以现在来看10% 可能是略低了一些 它可能略低了一些 我们可以再把它提高一点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讲到这个耕地的一个部分 这也牵涉到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政策 小地主大电容的这个政策 推行的一个成效 106条呢 当然土地我们是以自耕为目的 可是 如果你没有土地 你要扩大面积的话呢 买不起土地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接受是 这个出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 这里面有些条款 基本上它是承袭375减租 当时的概念下来的 譬如说107条 出租人出卖或出点耕地的时候 成租人有依同样的条件 优先承买 成典之权利 他就是说 你跟我租我的土地 那我现在要把我的土地 卖给人家了 或者我要去拿点 我要去典当的话呢 你是成租我土地的人 你还是可以优先什么 你要看到 我要卖的时候你是 你租我土地的 你是优先承买 今天我要把土地卖掉 土地是我的 我租给你 可是我今天要把土地卖掉 你是第一个 你是最有条件来买的 所以我要先问你 徐浩婷 我要卖地的 你要不要来买 他说不买了 我才可以卖谁 我才可以卖给别人 这样子 这是107条讲的 然后108条呢 曾租人重金出租人承诺 仍不得将耕地全部 或请他转租给别人 好 这个是曾租人的责任 你租了你就租了 所以你不可以去做二房东 109条呢 依定有期限之契约 租用耕地者 与契约届满时 除出租人收回自更外 如曾租人继续耕作 事为不定期限继续契约 好 我跟你签契约说 我租给你三年 三年到期之后呢 如果我不是收回来 我要自己耕种 你就可以继续一直耕种下去 好 所以我跟你定了多长的契约 都没有意义 只要我不收回来耕种 这个土地 你就可以永远地 乘租继续耕种 好 这是109条 这是到现在 375减租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概念存在 所以当我们实施这个 小地主大定农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不敢 把土地租出去的原因 就是这样子 因为即使我跟你定契约 我跟你说三年之后 契约到期 契约到期 那不就是这个 你应该把土地还给我吗 好 但是依据109条说的 这个 只要不是我要自己收回来耕种 你就可以继续耕种下去 所以我土地一辈子都收不回来 就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大家都领可 我不要出租 那虽然政府一而在 再而三讲说 没有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可是 是因为109条的关系 虽然我们在这个 农业发展条例上面 我们也去做很多的补充 就是说 其实已经没有了 多少年 民国多少年之后 这个土地坊上面的这一条 已经不受 不再拘束了 可是大家还是有 那样的一个阴影存在 好了 那我们刚刚有看到 房租的部分是 整个土地价值 还有不动产的这个价值的10% 然后地珠的话呢 是什么 地价的8% 不可以超过地价的8% 然后这个111条说的 这个地珠的话呢 可以农作物代缴 可以农作物代缴 就不用付这个 付现金 你可以用这个农作物来缴 那当然 这边你可以看到8% 当然我们是在保护我们的电农 只是 现在可能 情况不一样的 有些电农的收入 可能都比地珠来得好 就是他有经营得好的话呢 另外这些都是跟这个保证金的 一个部分 其他 那 这个 你可以看到 刚刚讲的你要说回来 这个地珠的一个消灭 要在什么时候终止呢 成珠人死亡 无计成人的时候 成珠人放弃跟踪权力的时候 出珠人收回自根 跟地依法 变更其他使用的时候 好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当时我们在 在这个三七五减珠的时候 在跟着有期田的这个政策的时候 我们对于这个自根 对于这个电农的话呢 是有蛮多的保护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土地真的住出去呢 大概很难很难修回来 好 这是刚刚我们讲的 这个民法的部分 432条 462条的一个补充在这边 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好好的去做这个土地的管理的话呢 那这个出租人的话呢 他可以去 可以去修回这个耕地的 好 那 117条 好 跟119条 好 就是在讲耕地 改良 你还记得耕地改良 包括农作物的部分 包括他去做一些农田设施的这个部分的话呢 好 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 好 可以看到 比如117条的话 好 他是在 119条 好 好 就是自根农 这个陈租人他要去做任何的土地改良的时候 他事实上是要告诉出租人的 好 告诉他说我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好 好 然后120条是这个 环环耕地的时候 那 陈租人可以跟出租人要求 就是他做土地改良的这个费用的话呢 他可以修回来的 他可以一并修回来 好 这是土地税的一个部分 那土地税有两种 一个叫地价税 一个叫土地增值税 好 那这个 土地税的话呢 他是属于地方税 对地方政府来讲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刚刚有解释过土地增值税 好 因为土地价值增加的那一个部分 应该是全民来共享的 好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所谓土地增值税的一个部分 143条说 有一些人可以免税 好 只要土地所有人的话呢 他都要交土地税 买卖的时候要交土地增值税 但是有一些人是可以免税的 好 这些都是土地税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来看谁可以免税 然后荒地的话呢 荒地的话也是一样要可以照这个什么 应征收的地价税加倍征收 好 所以174条175条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都还是非常鼓励的 就是充分的去使用土地 好 谁可以免税 第一个学校 学术机关 第二个呢 公园公共的体育场所 然后再来是农林榆木 事业用地 森林用地 公立医院用地 公共坟场 其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事业用地 好 所以这个学校 包括不包括私立学校 包括 当然包括私立学校 好 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开学校 好 你可买一块土地之后呢 你做其他的用地的话 都要 其他用途都要缴税 你只有做学校呢 你可以免所 免这个 免这个 这个土地税 好 那 对于农地来讲的话 如果你是自根自住 超过10年没有转移的话 就不用缴土地增值税 好 然后这个 即使 即使你要缴 你不到10年 不到10年 你转移的时候呢 可是你有适用你的劳力跟资本 你可以证明 你可以证明 你土地增值 因为你有一直有耕种的话 那没有关系 在10年之间的转移 你还是可以不用缴什么 土地增值税 好 所以 可能我们民间会 一个谣传说 土地 这个农地的话呢 转移的时候 不用土地增值税 好 不用缴税 不用缴这个土地税 那确实 刚刚我们看到的 农地是可以不用缴土地税的 不用缴地价税 那增值税的部分呢 其实土地税里面是很清楚讲 你是超过10年之后不用增 再来你必须要做什么事 你必须要有这个 你必须要有 劳力或者土地的一个资本的投入 让土地的价值增加 你才不需要缴增值税 基本上的概念是 你拿到这个土地 虽然它是农业用地 你还是要什么 去增加这个土地的一个生产力 才不需要 才不需增土地增值税 好 那这些是土地法的一些特别法 那我特别拿土地征收条例来讲 因为这个土地征收条例 大家要特别注意 因为你还记得前几年的这个大浦事件 还记得吧 然后这个张药坊终于可以原地重建了 因为他们就被拆掉嘛 那前两三年前的作业的话呢 我有让同学去了解 这个大浦的这个征收案的一个来龙去脉 那中间不公益的一个地方 那最重要的就是他有所谓 他用区断征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是你可以看到区断征收它很重要的 他必须要做什么 新办公益事业 要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才会去征收私人土地 那这整整 这种种的这些过程 然后包括后来 除了大浦真地的那个问题 后来要发生文宁院的这个 杜庚的一个事情 然后后来又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领口的合一住宅的那个 信件的一个过程上面 这里面很多的事情都跟我们的土地的征收 有很大的一个关联 那我刚刚讲过 为什么要让大家都还要去了解土地法 里面相关的一些规定 尤其在区断征收的这个部分 政府在土地的一个收肥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那造价收买 去断征收 还有这个 就像我们讲这个杜庚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一些方式的话呢 这是政府它的一个权利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 它是怎么样在运用的话 对你个人的权益伤害是蛮大的 所以你去了解它 那去断征收呢 在这个条例上面的话呢 有一些不是很公平的一个地方 所以有人说要去做修法 土地征收条例上面 像这个政大的徐施荣教授的话呢 他们就在发起要去做这个修法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可以去关注这个部分 因为只要有 你只要有土地 迟早都会影响到你个人的一个权益 你要去了解 你要去了解 为什么政府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可以 刚刚的土地法上面有讲过 政府对于空地的部分 对于这个每一个所有权的 土地的这个上限的话 它是可以规范的 而且它可以告诉你说 什么要实现之前 你自己要处理完 不处理完 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子 这是土地法上面的一个明文规定 所以你也不可以到时候说 政府你太压霸了 怎么样子 那但在执行的说法上面 它可能有 比较的这个 比较的这个 不是考验周到的一个部分 但是前提还是你自己 对你自己的权益 你自己要相对的一个了解 你不要以为说 土地是我的 那就没有人可以去走 政府是绝对绝对有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你要记得这件事情 好 那 土地法的一个部分 我们大概就讲到这里 那我还是鼓励同学 你可以如果你对于 你对于大普的征收案 你不是非常了解的话呢 那你可以再去深入了解 你也对文灵案的杜根的一个问题 你不是非常清楚的话呢 你也都可以再去做一些 做一些回顾 做一些了解 让你更清楚的知道呢 这整个在土地相关的问题上面的话呢 老百姓跟政府之间 应该怎么样子来互动 你怎么保护你的权益 刚刚我们讲过土地的使用 可以分为建筑用地 直接生产用地 交通用地 还有其他 那大家觉得 以台湾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这样的一个面积的话 农业用地应该保留多少 三万六千平方公里里面 大概有五分之三是三 我们都富国神山 然后其他的话呢 所以我们的土地 可以拿来使用的 这个土地面积 是像平原的部分 甚至包括有点丘陵 台地的这个部分 事项面积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们该留下多少的土地 来做农耕使用 好 农林榆木的使用 但林地的话 多数都是在山地嘛 山啊 丘陵啊 这样子 那到底有多少是 应该变成是这个 保留在农业用地的 应该多少 这是涉及一个国家的 一个总体经济发展的 一个目标 对不对 好 我们刚刚前面 有今天有看过 国家的这个土地使用的话呢 应该是要有一个 全面的一个规划 所以到底应该有多少土地 它其实应该永久性的保存 它变成农地 而它不应该去变更 做成其他目的 它永远不能够变成建筑用地 那如果说 一个国家的农业 真的已经没有前途的话 那所有持有土地的人 都在等待的是 土地的 从原来的使用目的 从最不获利的这个农地 农耕用地 把它转移到建筑用地去 建筑用地是最能够赚钱的嘛 对不对 不管你盖商场 你盖住宅 这个都是最赚钱 最获利最高的部分 那农业用地呢 当然是收益最不好的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 好好的一个规划 有多少土地 它就是不能够释放出去 它永远必须保留在农业用地 那这个国家的农业 一方面它会越来越视为 越没落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那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必须越来越 依赖进口的粮食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现在来说你要是坐着 你坐着交通工具往南部去的话 你大概还可以看到水稻田 看到甘蔗田 看到蔬菜 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农业 那当这些土地都通通转移出去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的是什么 年园不断的这个都市丛林吗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个国家到底应该保留多少比率的农跟用地 需不需要保留 当然你说我们都不吃饭没关系对不对 好我们所有粮食都进口 反正我们有的是钱嘛 那我们通通都进口就好了 所以我们自己也不用更重 因为我们的生产成本也比人家高 所以我们都不要重了 好都不要重 那你是不是也不要公园绿地 包括树 包括花 我们通通都进口 我们自己也都不要重了 我们也不要这些东西了 好所以不要把农业只想到就说 它只有什么 它只在生产粮食作物 你包括花卉 包括植栽 这个也算是农业的一部分 对不对 好那包括我们讲鱼 当然有这个吃的供食物的这个鱼 还有什么观想用的鱼 那我们现在新的这个 所谓农业的这个旗舰产业里面的话呢 我们把动物 小动物 我们把它叫做这个陪伴动物 像猫啊狗的话 就叫陪伴动物 就宠物的这个部分 事实上它也会变成是我们农业的新兴的一个部分 就以后我们可能不再鼓励是养猪啊养鸡啊 我们是养什么 养狗啊养猫的 然后来做什么 陪伴动物 那因为这个社会越来越老龄化以后的话呢 可能我会需要这些陪伴动物 那它们可以去有医疗的一个效果 所以可能会往那个方面去发展 所以以后的畜牧业呢 可能就不是 就不是养这些所谓的大动物了 这些小动物 你就是养小兔子啊 养这个仓鼠啊 甚至以后是养蜥蜴啊养蛇啊 这些都可以当宠物嘛 就以后的这个 这个动科的话呢 就不会再是看我们这一般 习惯上面的经济动物了 可能会是其他动物的一个出现 那以后 我们现在讲的很多的这个 这个园艺作物的话呢 你想到蔬菜水果花卉 里面的花卉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然后可能会去种的是什么 现在很流行的叫多肉植物 对不对 多肉植物 仙人长那类的植物 就疗愈性的东西 就开始是出现的是那一个部分 所以整个这个农业里面的作物别 动物别的话呢 其实它都一直在改变的 所以不要想像说农业就是 就是水稻 就是这些就是租积这些东西 其实它是慢慢在改变 那你要有多少的土地 来从事这个部分的生产呢 这是我们要去争取的 对吧 你不可能说所有的土地的话呢 就是哪边的报酬率高通通往那边去 不可能的 你总是还是要留下一些所谓的绿色 所谓的疗愈的 所谓的身心灵的这个生活的那个 比较高层次的那个精神层面的生活的那一个部分 那个部分总是还要留下来的 所以到底需要多少的 每一种土地的面积比重应该是多少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 在土地规划使用上的一个大问题 但是好像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也没出这样的一个讨论出来 但是做一个农学院的同学来讲的话呢 土地是我们的根本 不管我们的科技在怎么样进步 我们总是还是立足在土地之上 所以我们总要去争取 我们可以使用的土地的一个面积 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我也讲过 土石流的发生 这里面当然 为什么 从921地震发生之后 好像土石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有人讲说 因为这个大地震的关系 让我们的土石都松软了 所以这个发生了山崩 然后雨要下多的话呢 这个土里面的这个水多的话呢 它就又没有这个植物去附着它的话呢 就很容易崩塌下来这样子 那可是这个怎么样植物 什么样的植物 可以把这个土石抓得好呢 那我们知道 种太多的檳榔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种很多的 从开始 当地震发生过之后 要去稳固土地 最重要的作物是草 所以要先从种草 开始把这个土地把它抓牢之后 然后再开始去植树 比较深根的树 去把这个土地把它抓牢 所以其实我们要花蛮多的时间 去做这个部分 不然我们就看到 越来越多的土石的话呢 每一次台风大雨过后的话 就是这样子一直的崩塌下来 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个 上游的这个河川地的话呢 因为山一直不断地崩塌 所以河流一直不断地被污染 包括我们的台北市的这个水源的话 原水要取来做自来水的这个原水 越来越污浊 包括台北虽然没有说到什么大灾害 结果还是有人要停水 就是这样这些问题 这个部分的话呢 你说它跟农业有没有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的 所以包括你在水源用地上面的 你应该怎么样子来绿化 如何让它的生态的保持 它其实还是需要是农业 但不是说在那个地方去做经济作物 而是你可能要做的是森林富裕的一个部分 是要去做那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些这些都还是跟我们的农业有关系 所以土地的一个养护 农业还是最根本的一个手段 好 那我们下面就来看农业发展条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法最开始呢 民国62年才开始订定的 所以在那之前基本上的话呢 对农业的一个部分 我们大概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关法规 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边最近的一次修法呢 在民国96年的时候修法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这个农地使用 农地所有权的一个部分 所以大概在民国90几年91年开始 这边就做了蛮多的一个修正 好 农业发展条例的目标呢 确保农业永续发展 因应农业国际化自由化 促进农地合理 利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稳定农业产销增进农民所的给福利 提高农民生活水准 特制定本条例 这个应该是农委会的政策目标 对不对 这你应该把它背下来吧 研究所考试绝对可以考这一条 农业政策的目标对不对 就是这几个大目标而已 至少在口试的时候 为什么要读农经系 你也可以把这些话搬上来 不就是这样子吗 好 一样的我们一样看的 大概第一条是讲目的 第二条的话我们大概讲主管机关 第三条的话就会开始去讲它的一些定义 这是农业 农业的定义 利用自然资源 农用 资财 科技 从事农作 森林 水产 畜牧等 产制消及休闲之事业 就叫农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农业的概念 就我上个礼拜告诉大家的 农业供应链的话 是它已经讲到哪里 产制消跟休闲 所以它讲的 其实它是讲到全面的一个 整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且这里面涵盖的就是我们讲的 农 林 漁 木 四个概念 所以农业是大范围 农产品呢 讲的是农业生产的 出来的质物 出来的东西 就叫农产品 所以物应该讲的是有形的 是有形的 农民呢 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之自然人 叫农民 家庭农场 共农生活互为单位 从事农业经营之农场 就叫家庭农场 所以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这样子 那休闲农业 就是要利用田园景观 自然生态 环境资源 结合农林 漁木 生产 农业经营活动 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 提供国民休闲 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你必须 你可以利用到的是什么 你有田园景观 自然生态 还有呢 你必须要结合生产 相关的经济活动 还把农村文化把它融进来 这样子我们叫做休闲农业 当然更详细的这个内容 我们可以在这个休闲农业管理办法里面来看 好 下一个定义是农民团体 农民团体呢 依农会法 渔业渔会法 合作社法 农田水利组织通辙 组织的农会渔会 农业合作社 农田水利会 叫农民团体 所以产销班不叫农民团体 好 所以我们讲的农民团体只有什么 农会渔会 合作社 还有呢 农田水利会 这些叫农民团体 好 那农企业机构呢 从事农业生产 农业试验研究制公司 好 所以在我们的农企业的这个 根据这个办法来讲 农企业它讲的比较强调的是 公司组织 好 但是我跟同学讲过 我不认为是这样子 好 但是在我们的 好 这个办法里面是这样子说的 因为它 比较是狭隘的概念 好 试验机构的话呢 包括了 政府的实验机关 学校 财团法人 都会是实验机关 研究 实验研究机关 好 这是农业用地 好 但第一个部分 直接工作生产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呢 跟农业经营不可分离的 农舍 蓄舍 仓储的设备 譬如说要放那个饲料的部分 好 塞场 就像那个塞骨场 好 那个部分 集货场 农路灌溉排水 这些都叫做农业用地 好 那就像我们的产业 那个稻田旁边的那种叫 产业道路 它就是属于农路 它也是属于农业用地的部分 好 然后第三个是农民团体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农会渔会合作社 或者合作农场 他们拿来供农业生产用的仓库 冷冻库 晃农机械的地方 好 或者是养残的地方 好 检验的地方 这个都会是农业用地 好 好 那我们讲的耕地呢 最主要就是做农耕 就是做农的生产的那个部分 好 然后农业使用的话呢 就是农林榆木使用的都叫做农业使用 好 好 所以农耕讲的就是 就是田里面的 农艺啊 原艺的这个部分 好 那农业专区也是一个专有名词 好 为了经营 特别的 根据这个农产品 根据这个农产品 好 而建立的产制处销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好 我们叫做农业专区 就是为了要扩大经营规模 好 然后能够达到产制处销 就是希望做到比较全面的一个生产的话呢 那我们就成立一个叫农业专区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委托代根 好 这一个名词 就是 这是因为我们在水稻生产上面 好 已经有很多人他的这个 譬如说 我们刚刚讲 不在地的地主嘛 搞不好他继承 他在台北当公务人员 可是他在这个云林呢 可能有一块农地 然后为了不要变荒地呢 那他就要继续耕 可是他又不可能回去 所以他就可以做什么 委托代根 他就可以委托代根 委托其他人代为耕种 好 这样就委托代根 这个是允许的 也是在鼓励的 好 农业产销班呢 这是特别的一个名词 他就不是农民团体 他是特别的一个名词 所以 在讲农民团体的时候呢 农业产销班不在里面 他只是说 农业产销班呢 土地相避邻 然后经营 或者是相同经营同样的产品 这个产业我们讲就是 他同样是种水 同样养猪 同样是种蔬菜的话呢 这个叫同产业 他们愿意自己组成的 农业经营的这样的一个组织 我们就叫做农业产销班 但我们有他产销班的这个相关的组织办法 但是他不是像我们前面讲的农会法 余会法那个位阶那么的高 他不是那么高的一个位阶 所以他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他是自愿结合 共同从事 所以他还没有到一个团体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然后 然后 这边还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大家没有 农业推广 这里面强调的是 传播人力资源发展行政服务等方式 提供农民终身教育机会 好 这个叫做农业推广 好 那 这个生传系之前就叫农业推广学系 好 但是后来他们去强调的 就比较在传播的那一个部分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讲农业推广 提供的是终身教育 提供的是终身教育 所以当然农经系也可以提供终身教育 好 那 这不光是农民的终身教育 好 你可以看到 这终身教育是要协助利用当地资源 发展地方产业的业务 所以 其实真正的农业推广的话呢 除了针对农民之外 我们还有包括对农村青年的 对农村妇女的 好 就是只要在农村里面去 跟后面这个其实比较相关的 农村的这些相关的 青年农民啊 妇女啊 好 帮他们做终身教育 其实都可以算是在农业推广里面的一部分 好 第八条我们看到的哈 这里面就回应到我刚刚讲的政府要做什么 订定农地利用综合规划计划建立市地市作模式 而这个计划必须要什么 五年通盘检讨一次 好 基本上农委会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呢 应该现在就有 而且他五年就要拿出来检讨一次 现在怎么样 就是我们对我们所有土地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应该都要有所了解 那每个土地在做什么 都应该要去做 现在适合做什么 好 那或者现在他应该要修根 或者他必须要去做这个转移 好 这些应该都要有具体的规划 这是第八条 好 那八至一条讲的呢 在农地上面搭设这个设施 搭设设施 农地上面的这些设施需不需要执照 就像盖房子一定要执照 好 所以其实你要在我们这个农众馆 我们要再去搭建一个搭建 比如说我们要搭建那个 在五楼上面我们有一个植物工厂 那个植物工厂基本上呢 你只要有固定的一个设施的话呢 它其实都要申请建筑执照的 好 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建筑执照的话呢 那就叫违建 好 所以违章建筑是这样子来的 好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把这个教室做大一点 我们要把它打出去一点的话呢 我们要做这样的改变 我们都要去申请什么 建筑执照 好 然后才去做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改变的 不然的话大出去呢 那个都叫违建 那所以同样的 那所以同样的在农地上面 你要做任何的固定上面的一个这个 改良物的话呢 事实上都是要去做生产 做一个这个建筑的一个许可申请的 好 不过 你可以看到前一段我们讲什么 如果你是用竹木稻草 塑胶 铁钢 铁丝 这些无固定基础的临时性农业生产有关设施 你就不需要 好 所以如果说你是要做固定的 而且是永久性的话 那你就不会用稻草 对不对 你不会只绑铁丝这样子 好 那你就会比较 用比较好的一个建材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去申请建筑执照 好 那不然的话呢 它就会变成是违建这样 那前面的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简易的 那可能临时性搭建的 所以 你可以看这支台风过后的话呢 像那个很多的木瓜 不是 它就有很多的塑胶棚吗 那个都被吹垮了 或者你经过这个西螺一带 你坐高铁经过这个大渡溪以后 进入这个云林县到西螺那一带 它都有很多的塑胶棚 就塑胶材质的 这些都是算是什么 临时性的设施 那基本上它是不需要建筑执照的 那所以它只是临时性 它就很容易被台风吹一吹呢 就倒了 好 可是对农民来讲呢 这样子是不是又方便 我不用申请 然后我又不需要投入太多 因为当我要做一个固定式的一个 长久的一个设施的话 我的投入要比较多 而且我要申请建筑执照 那不是投入时间精力 还有金钱都要比较多吗 好 所以有时候你到农村去看 你都觉得说农民怎么好像都很便宜行事 对不对 用那种很简单的 都觉得农村的这个很多的基础建设 好像都很草率 不是它草率 是不是 你要想它投入100万 那如果它收益呢 可能只有50万 我为什么要投入100万 好 它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在里面 好 但是你要记得 农业设施还是需要什么 固定的设施 还是需要执照的 还是需要执照 好 所以在这边你就看到了 好 这边特别强调的是在所谓的农舍 这是引起很大争议的一个部分 好 就 比较固定的设施 当然 包括农民要住的 算不算农业用地 算不算农业建设 农民大概会在他自己土地上盖房子吧 他不会说 我的土地这么大 然后我就到 还到别的地方去买一块地 在那边盖一个房子 我就在我的农地附近 就在我的农地上盖房子 就近照顾我的土地 照顾我的农作物嘛 这是合理的推论 好 所以他就会在农地上盖一个农舍 那盖这个农舍的话呢 应该视为农业用地 应该视为农业使用目标吧 对不对 这合理嘛 好 就是我是农民 那所以我在我的土地上 盖这样子的一个房子来居住 当然是合理 好 所以这一条的话呢 基本上 特别强调的是 这个农业设施里面 当然包括他居住的 所谓农舍的一个部分 好 那我们看到农舍 如果你的这个面积 在45平方公尺以下的话 而且是一楼建筑物 那就不需要申请执照 好 那可是 如果超过45平方公尺呢 你就需要有建筑执照 好 所以如果你要投机的话呢 45平方公尺多大 9公尺 5公尺 9545 就这样子 所以 可以 可能比这个教室小一点吧 好 好 所以 盖一楼 那你就不需要去申请 好 不过92年因为这个办法修法 好 所以在不溯及既往的情况之下 92年之前 实施的 那就可以 250平方公尺以下 无安全益率的话呢 也不需要 好 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法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的 好 不溯及既往的一个部分 好 好 那 这是关于农舍的部分 好 然后接下来 16条 好 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89年去 开始去修改的 好 土地的一个分割 0.25公尺以下 是不可以分割的 好 因为土地越分割的话 越来越小 那跟我们所谓 扩大耕地面积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 是相违背的 好 所以 好 在89年修法的时候呢 就去定一个最小面积 好 就是这个面积之下的这个面积 这个土地的话呢 就不能再分割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土地不是 就会分给这个 父亲就分给小孩子吗 四个小孩子就分四块吗 四个小孩子 在每一个再生两个 又再分两块 所以土地就会越来越细分 这样子 好 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 跟做面积越来越小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 那相对日本的话呢 他们就是只有长子可以继承 好 然后这个 第二第三的儿子呢 就去给人家过 就去入罪吧 去那个 没有男孩子的家庭的话呢 那他就可以去继承全部的土地 所以日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规避说他们的 这个 去避免他们的土地呢 这个面积越来越细小的一个情况 好 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问题存在了 好 所以我们就尽可能的呢 就去用这样的一个限制 好 可是你可以看到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下面还是为了一些特殊情况 我们还是做了一些不在此限的这样的一个 好 做了这样的一个规定 好 那 你看 好 就是89年之前继承的更地的话呢 就可以 好 因为这个法 又不溯及既往 这样子 好 又做这样的一个改变 那 另外这样的一个规定 还有一个目标 好 因为在89年修法的时候 好 在89年修法的时候 好 之前 民国89年之前呢 好 我们是农地农友 好 就是你必须具有自耕农的身份 你才可以买卖农地 好 在民国89年之前 好 在我们的身份证 好 以前的身份证上面有个叫职业栏 好 职业 现在已经没有这一项了 好 在职业栏那一部分 如果你写上你的职业叫做自耕农 你就可以去买卖农地 好 你就可以买卖农地 可是民国89年以后呢 我们觉得这样子 限制的非常严格 因为我们发现 这个王永庆呢 他不是农民 可是他也买了很多地 也不知道怎么买来的 就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 虽然我们规定说自耕农 但是很多人呢 还是买了很多农地 也不知道怎么办到自耕农的身份 那 所以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呢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89年修法 把它改成叫农 农地 农用 所以我们只要确保农地呢 是拿来做农业的一个用地就好了 所以不需要自耕农的一个身份 大家都一样可以买卖土地 你只要证明说我买土地 我是要农业用途的 我是要拿来生产的就可以 那这样子一放松的话呢 是不是大家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谁都可以买土地了 因为以前你必须有一个匡列 叫自耕农的身份 你身份证上面有自耕农三个字 你才可以买农地 现在呢 不需要了 谁都可以买 但是他不是做农业用途 他拿来盖农舍 好 因为农业用地不是可以盖农舍吗 好 就可以盖农舍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很多的这个农地的话呢 就开始变成种房子了 不再种地了 是在种房子 好 所以当时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就规范了 最小分割面积是0.25公顷 0.25公顷 让这个土地呢 就不会继续再细分下去 变成大家都买小小块的农地 来盖农舍 结果问题还是一样发生了 好 所以宜兰很多的农舍 很多农地变成农舍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生的 所以我们努力的去规范它 但是还是有一些漏洞的话呢 让有心人士的话呢 就可以去钻营 好 好 你要记得 我们现在农地的话呢 就变成是农地农用 你只要证明你是农用就好了 好 那 这是农舍新建 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89年也可以看到 那 当时在修法的时候 大家也想到了 我们的农村 这个集村 集合式村庄 我们的农村基本上是一个散村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农村 大家都是大概土地是盖在自己的房 在自己的土地上面 所以房子都是什么 一个一个这样子散落的 那所以集村的话呢 就是整个居住呢 那个聚落是在一起的 土地的话呢 可能是在那个聚落的一个外围 这样子 那台湾基本上就是 大家就比较自由 你在土地上 你爱怎么盖 你就怎么盖 所以没有强制说 你一定要盖在那个村子的中心 盖在什么中心 这样子 那这个89年修法 因为是变成农地 农用 所以变成大家有比较多的空间 可以去盖农舍 所以会比较担心说 当时我们也参与蛮多的讨论 就是这样子放宽之后呢 会不会更多人去买农地来盖农舍 就把这个污染 因为你只要是住家 你就会有环境污染 因为你有家庭废水排 排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它可能会造成更多 每个人都放一副 那这个水呢都排到什么 隔壁的这个农田里面去了 自己的土地还排不够 排到别人家去 因为那个水流是这样子 在农地里面这样流通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时才鼓励用什么 希望是用农 集村式的方式来新建 这样子在这个 不管它是在这个水电的申请方面 在废水的排放方面的话呢 都可以做一个 比较完善的一个管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时在这个18条上 有做这样的一个规范 那甚至下面呢 还有做什么 农舍新建要满五年以后 才可以转移 希望就是说不要出现的 像我们现在出来的问题 大家都是买农地盖农舍之后 就为了要赶快把它卖掉 要转手 所以还包括说五年才可以转移 有这样子一个想法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农民的话 你总不会说种一年 然后我房子盖一盖 明年我就卖掉 我就走人了 总还会再尝试 进一段时间嘛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规范 可是后来发现呢 好像都不是 就所担心的那些问题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觉得负面的冲击呢 事实上后来都出现了 然后水油在九十几年这个修法呢 努力想要去把它挽救回来 好 那这是 这是拉出来了 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 这是刚刚可以干农舍 对不对 好 那水队农舍管理的话呢 在前面的办法上面有讲 好 这边有这个管理有没有 有一个办法 相关的一个办法 在它的使用上面 好如果去新建它有相关 就是说政府订定办法 好订定办法来管理 好所以就订了这样子 农业用地新建农舍办法 好就从这个地 刚刚相关的条文就衍生出来 好18条地向规定的农舍 就把它衍生出来 好 好那你看到这边 农民的话呢 要盖农舍 也就是说 我们家的这个 原来有农舍了 可是我的小孩子 他自己要盖另外一个 出来独立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你只要年满二十岁 或者你已经结婚了 你要独立出来 变成另外一户 另外盖农舍呢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另外盖 盖一个这个农户出来 但是基本上我们就是说 你的这个农舍的面积 不可以小于0.25公顷 不可以小于0.25公顷 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这边通通都是农舍 一定要去申请 这是想办法在这边的一个 一个规定 但是 这里面比较有趣的 这一条的三之一 农民之认定 农民在兴建农舍的时候 要减负农业生产相关佐证 这也是这也是告诉你 为什么在宜兰的农舍 农地上面有那么多农舍 合法农舍 因为你只要证明你是农民 对不对 年满二十岁 然后呢 你没有自有农舍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办法 然后来盖新的农舍 这个办法是这样 那你如何证明你是农民呢 你只要检据相关农业生产佐证资料 金直辖市或者县市主管机关会同专家学者会看后认定 或者你是属于农民健康保险的被保险人 或者你是全民健康保险第三类被保险人 你都算农民 这一条看懂了吗 所以你要当农民其实蛮容易的 其实蛮容易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农保呢 大家很爱加入 等一下你又可以再去看农保 这个农民健康保险条例第三条 就是你只要是农会会员的话呢 没有加入其他社会保险 那你就可以加农保 你就可以变农民 有没有 农民健康保险被保险 你就变农民 你就可以去盖农舍了 懂了吗 所以你就去买0.25公顷的农地 然后呢 你就加入农民健康保险 或者你就是变成全民健保的第三类被保险人 你就是被认定是农民 那如果都不行的话呢 你就减负这个所谓农业生产相关佐证资料 就是你有买卖农产品这样的资料 你就可以变成农民 然后你就可以去盖农舍 就是这样来的 那当然这些事情呢 那些土地买卖的仲介 他都会帮你处理好 你只要去买就好了 然后记得你买完以后呢 五年之后就可以转移 对不对 五年之后就可以转移 好 那 如何变成农会的会员 对不对 刚刚说你只要加入农会会员 你就可以加入农保 你只要变成农会会员 你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年满20岁 涉及在那个农会组织区域里面 譬如说我们有台北市农会 那你住在台北市农会 你涉及在台北市农会 你当然你有什么样资格 第一个你是自根农 台北市的自根农 这不太可能吧 但是你是电农 这就有机会 对不对 第三个农业学校毕业 或有农业专注或发明 现在从事农业推广工作 这有机会吧 台大生农学院毕业算吧 对不对 你就写一两本书 农业生产经济学 农业气管学 你就可以变成这个第三点 你就可以加入农会会员了 对不对 好 好 这是去年 之前都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 好 有没有 仲介一条农 卖农社还帮你种香蕉 好 证明你有事农民的身份 对不对 从事农业嘛 好 然后 这个你可以看到嘛 宜兰真的 南洋平原 很漂亮的南洋平原 这是我们所谓的散村就是那样子 每一块农地上面呢 就有一个农舍 好 就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我们就修法 这个问题实在太严重了 好 所以我们就修法 好 我们就修法 好 那 刚刚最重要是农民的身份 对不对 好 农民的身份 刚刚如何证明你是农民呢 好 在这里 年销售农产品 三万六百块以上 你就叫农民了 刚不是说要证明你农业生产吗 好 所以你只要有一张收据 对不对 也不用了 收据随便那个文具行就可以买得到 对不对 好 那你就自己农民签个名 盖个账账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所以 这个很容易 是不是 好所以刚刚你有看到吗 那个仲介不是跟你讲吗 他们卖了农地 然后就帮你房子盖好 在旁边种香蕉 然后来检查的时候 有有种香蕉 有窒息在那边跑来跑去 好 农业生产 好 这样就算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审查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宽松 好 所以后来就去修法 后来就修法 好 有没有 后来讲的 最主要的修法在这个地方 起造人跟成购人都必须是农民 所以五年之后 一样是五年之后才可以转让 可是你要卖给谁 农民 那原来的办法里面呢 不需要是农民 好就是说你盖满了五年之后 这个房子就可以卖 可是卖给谁 没关系 你只要 只要满五年你就可以卖掉 你是农民盖的 但是五年之后你就可以卖掉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 成购人他必须是农民 但是讲回来的问题还是在哪里 谁是农民 对不对 谁是农民 还有刚刚讲的除了农民之外 还有一个身份是 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 农保 对不对 农民保险 你要是加入农会 你是农保的保险人 一样你可以就是可以去新建农部 新建农社这样子 好 那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农保还是保留着了 好 健康保险第三类还是留着 实际务农呢 怎样叫实际务农呢 所以 你要去准备几张照片吧 撞一下农民 你看一下农民都长什么样子 农民可不可以开冰室 农民可不可以开冰室 农民不是你想像那样子 打赤脚的 好 那再下来就审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现在 以前都是做什么 种草皮 养鸡蒙混 所以现在要 比较 严格一点看了 好 第20条 你可以看到 刚刚同学讲过 在土地法里面 有很多跟 这个出租 乘租有关系的这些条例 那在20条 农业发展条例20条 他已经告诉你是什么 89年之前 实施 这个委托经营的契约 不再适用了 续存的部分的话 都要用什么 本条例的规定 所以其实89年以后 已经做了一个切割 但是都没有人相信 都没有人相信这句话 20条21条 都是做这样子 告诉你说 之前89年之前的 那一些375减租条例的 那些注定契约的话 事实上都不再适用 通通要再用什么 农业发展条例 要用农业发展条例 来进行 22条 22之一都一样 22之一讲什么 主管机关促进农地流通 有效利用 得辅导农民团体 办理农业用地 买卖租赁 委托经营之仲介业务 并予以鼓励 这意思是说 农民团体还记得是哪些 农会 余会 合作社 还有呢 农田水利会 对不对 这些就是所谓农民团体 所以政府鼓励 这些农民团体 办理什么 农地买卖仲介工作 租赁工作 他觉得说 透过这些农民团体 来办理的话 应该会是 比较适当 因为他们可能比较清楚 农地在什么地方 基本上的构想是这样子 所以还要给予鼓励 所以 这应该是农会的话 他们可以新增的一个业务 在农化条例里面有这么一条 那当然政府也自己也跳进来做了 这是我在农委会看到的农地银行 大概在从这个2008年开始 所谓实施的这个小地主大电农的政策上面 就开始做这个农地银行这样的一个 做这样的一个政策 有开始建立这样子 在网路上面 那你就可以去看 你可以在那边登陆 然后就去看 有哪些土地 他要出租的 或者你要买卖的 可以透过这个地方来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我上去看了 也没有多少块土地 在上面登陆的土地真的也不是很多 就大家还是不会把它放到上面来 还是一样的一个问题 大家还是不放心 不太愿意把这个土地的话呢 乘租出去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这上面出租的土地 跟我想要 我自己现在 我现在在西螺 可是这边乘租的土地呢 在彰化大城 这边你看到的 都在彰化大城 距离我呢 非常遥远 对 所以我不太可能去住一个土地 我不太可能去住一个土地呢 我从西螺 然后跑到彰化去耕地吧 这是很困难的地方 所以 这个 所谓的这个出租 你要做小地主大殿 很重要 你要租的土地 还必须是在你的周边 那周边 其实照说应该都会是认识 都比较有认识 那可是有一些 又天成到继成的一个问题嘛 老人家或许不做 不想做 种地了 然后他或许想要把土地住出去 可是他的小孩子呢 可能会觉得 这个土地住高一点 卖掉的话呢 那我们兄弟分财产 可能会更多钱一点 所以可能就会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有一些角力存在 那这个地方 虽然说这个是 跟你的土地 是像辟邻的这个土地 觉得是 应该是比较容易形成 但是还是有这一些 这些客观的一个因素的存在 那透过这个农地银行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边出租的土地 可能跟你想要的土地 距离是非常遥远的 所以他也不太能够进行 那所以 真正要扩大经营面积的话呢 用租赁不见得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方式 好 那这是农业专区 刚刚我们有讲过 这个农业生产专区的一个概念 那政府当然希望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现在鼓励 我们的这个 鼓励我们生产联物 鼓励我们生产芒果 那我们就变成专区 那专区的设立的话呢 政府可以 会从可能地方机关 来做这样的一个分配 那当然政府会给予什么 补助协助贷款 这里面相关公共建设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政府都会去协助 这样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在所谓 科技园区的一个部分 所谓科技园区的设置的一个部分 那目前有的一个科技园区的话呢 就是大家熟知的在 屏东的一个这个生技园区 这个是农委会主导的一个部分 大概在常治乡的那个部分 那有个科技园区 那另外的话呢 在台南厚壁区 台南厚壁区 有个兰花生技园区 那那个大概是 算是台南市政府的 在主导的一个部分 在彰化的话呢 原来要做一个 花卉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园区 所以除了生产专区 这个产滞销的专区之外 事实上农委会的话呢 也很积极的去做 所谓的科技园区 希望把我们的这个工业园区的 这个概念的话呢 把它带进来 所以像厚壁 厚壁的这个 兰花生技园区的话呢 那每一年它大概 最主要做国际栏展 然后帮助在这边 盖了很多的这个设施 很多的温室 由政府来盖 然后出租给农民 来使用成租之外 那个地方也设置了这个 出口简易的一个办公室 这样子 让这个花卉的话 让它可以很快的 从这个园区的话呢 就直接出口 那屏东的科技园区的话呢 当时也是希望 就是说可以 从那个地方 直接从小港机场 或者从高雄港 就可以把农产品 带出口这样子 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在里面 好 这是产销班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产销班呢 相关的这个办法 是在26条 是在26条 因为它的出现是比较奇怪的 在我们的农民团体呢 这些农会法 余会法 合作设法 这些都是很早就已经 既定的一个法条 那这些组织 也已经存在了 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大概在民国 八十几年的时候呢 农委会就提出来 这样的一个想法 说我们来做这个产销班 我觉得产销应该议员化 生产跟销售应该在一起 所以也就把这个农民 把它结合在一起 自愿性的结合在一起 但是刚开始呢 它是一个身份很不明确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 一个产销班 因为农会 余会 它是一个法人的一个位阶 合作社呢 它基本上也是一个法人 那产销班算什么 它就拿不到这个法人的一个位阶 所以最开始这个产销班成立的时候呢 这些所有 因为是政府在补助 所以你只要成立产销班的话呢 农委会就会把所有的资源 就拨到产销班里面去 所以大家都在成立 可是这个 当这个设备 买了这个设备 一个这个 买个农机具 买个耕耘机 那应该放在哪里 合作社它可能有一个办公的 一个合作社厂 它可以有集货厂 它可以有储存 就是它真的有一个土地 可以去放这些东西 那今天变成一个产销班的时候 那我补助 政府补助的一个农机具 它放在哪里 因为产销班它没有共同的财产 所以最开始补助的时候呢 这些设备呢 都放在班长家 好 所以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产销班 就我想当班长 好 那我就可以去申请很多补助 所以我就把我的亲戚朋友 通通都弄到我的产销班里面来 这样子 那我就当班长 我就可以去 我去申请很多补助 然后班长就会得到很多好处 就变成这样子 好 那当然 这个面积扩大之后的话 又政府很多的经费进来 有一些产销班的经营模式 还是相对成功的 好 所以政府呢 就去做了这个什么 产销班设立的条件程序 评件辅导这些办法 好 就去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办法 去鼓励 去继续去发展 但是 基本上它还是 它还没有到一个什么 法人的一个位阶 可是政府有给它很多的奖励 跟补助的一个方法 好 不要再 不需要呢 好 这些办法里面很清楚的界定 好 产销班可以去跟农会借钱 好 不用再用班长的身份 产销班得到的这个补助的话呢 可以真的是 就是补助到产销班的班员里面去 好 不再给班长这样子 好 这是产销班的一个问题 好 29条的话呢 就是我们农业动力的一个补助 好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渔船有什么 好 那个油料的一个补助 好 就是从这边来的 还有就是 好像那个农田马达抽水的那种 电费的一个补助的话呢 大概就是29条 好 那这个部分的补助 我们基本上当然认为 这应该还是相对可惜嘛 好 帮降低它们在成本上面的一个考量 好 好 那30条是扩大面积的一个方式 那扩大面积的话 你可以看到 好 我们主要的方法就是做产销班 好 组织产销班之后呢 那所有的东西出去都用产销班 那当然嘛 我产销班每一个人一公顷 十个人的 花十个班员 那就变十公顷 这样不就是面积扩大吗 就达到扩大面积了 好 可是它不是个人扩大面积 它只是用合作的一个 联合的一个方式来扩大 好 那再不然的话就是我们讲的 像小弟主大电容这样的 租赁的一个耕地 好 就是你去租人家的土地 好 再来就是委托带耕 好 好 在我们的这个水套耕种上面 委托带耕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非常成熟的一个经营模式了 好 就我刚刚讲 我们有所谓的带耕队 它有所有的农机具 好 它从离田插秧一直到收割 这些机具它都有 所以他们可以从北到南一路的 这样子来进行 所以那些耕种面积很小的 在台北上班的这些公务人员 他只要打一通电话给这个带耕队 他都会帮你插秧插好 好 当你去收割的时候 他也都帮你收割收好了 这样子 它全部一手包办 所以你也都不用到田 没做任何的事情 好 这是委托带耕 这是我们在水稻的话 非常成熟的一种经营模式了 好 好 那当然 给地主 给地主 可是地主是打电话给带耕队来带耕的 所以补贴应该给谁 好 所以秀根的结果是委托带耕的这些人 当然他们去年那一个第一季大概都没有办法经营 好 因为没有 没有人要种 没有人要种水稻嘛 所以他们当然就没生意 可是他拿不到什么 秀根补贴 因为如果秀根补贴是给农地 给农民 就是持有农地的这个地主的话呢 他当然不会去给带耕队啊 好 所以这边就衍生出来 这个委托带耕的话呢 在这种补助的情况之下 那到底应该补助给谁 补助给地主呢 还是给这个委托带耕的人 好 这是在去年的秀根时候出现的问题 好 好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在农地的部分基本上呢 我们说司法人是不可以承受的 好 所以只有什么 农民团体 农企业机构 农业试验机构 取得许可 他才可以去承受 好 就是他可以去买卖这个耕队啦 好 ok 那 这边 嗯 其实为什么我们要限制法人 不可以 不可以承受耕队呢 我们不希望企业 好 不希望企业的话呢 拿取得太多的耕队 好 但是我刚刚有跟同学讲过 大家都知道王永庆 台硕的创办人 对不对 好 那我说他 他真的是自根 自根农身份 为什么 好 当年台硕六青 他在台湾找土地的时候 他曾经找过 他 当他放出消息说 我的六青设在哪里 周边土地通通都涨价 好 所以他曾经有说他要去找这个宜蘭的利哲 好 那宜蘭利哲 他当然他所有他找的土地都是农业用地 好 他就去 他当然能够找的是农业用地嘛 再不然他就是要进到那个工业区里面 好 那可是当然工业区没有适合他的工业区 所以他当然就要去买这个农业用地 好 所以 有很多的这个 当时有很多财经杂志 他们就发现说 欸这个 王永庆名下在利哲呢 买了很多的农地 好 可是怎么可能他买农地呢 因为在当时民国89年之前 只有自根农可以买农地 那只有王永庆呢 他们家族呢 都有自 都有买到农地 好 那这个就是很奇怪的地方 好 那可是 事实上他们真的就是自根农 你也不能够去说什么 好 因为这个 自根农的这个身份的话呢 他可能 他可能只要能够加入地方的农会 或者是地方县市政府的话 去 因为在身份证的登记呢 是这个附贈事务所在地方就可以做了 帮他做了 所以他可能有这样的身份 我们也不得而知 但是他就拿到很多很多的一个土地 那刚刚还记得 教育用地是免税的 好 所以当时很多的 不管我们讲所谓的司法人财团 他要买土地的话呢 他想要去买农地 但是如果不是农业用地的话 他是买不到的 他不是自根农 他买不到 可是如果他要办学校呢 他只要办学校 他就可以买到土地 好 所以对财团来讲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私立学校 不管高中 高中 很多的这个高中 或者那时候办大学还比较困难 所以很多私立的高中 或者这个学院 他规模相对比较小一点 他们就可以去买什么 买农地 然后来办学校 这是当时的时空背景是这样子 那 当然在后面我们开始改成 农地农用的这个过程里面的话 财团是不是更容易去买农地了 因为你只要证明你要农业用的话 你就可以去买嘛 那所以政府就要去规范 你必须是什么 农企业机关 对不对 再不然你就要去做农业实验研究机关 不希望你是随便的一个企业 然后你就跑来买农地 而不去做从事农业 从事农业耕种这样子 所以在这一条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前面这一条很清楚的 我们不需要司法人 就是不希望这些财团的话 来买卖农地 再把这个土地的话 又统统集中到什么 私人的手上去 但是 这条法呢 我们可以看来 真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如果你是司法人的话 你只要把你的这个 企业名称上面加上农业两字 是不是全部都过关了 不是吗 所以现在流行这个生计产业 所以大家动不动就成立一个叫什么 生计产业公司 你就蛮容易去申请补助的 那所以当农业 一般的司法人不可以去承受农地的时候 那你就加上农业两字不就可以了吗 就还蛮容易的 所以所有的法规 所有的法规的话 其实 因为我们站在法条是先写在前面 大家都看到了 所以因应的对策的话 真的就会有比较多的灰色地带的话 给这些有心者的话 让他们可以去想出对策出来 不过你可以看到整个精神上面 我们基本上是鼓励什么 农民团体 农企业 农业实验研究机关 就是强调这些法人的话 他们可以去买卖土地 可以去承受 承受耕地 我要强调是耕地 农业用地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 刚刚讲的这些农民团体 农企业 农事业 当他们去取得农地的时候呢 他们转移的时候 也可以申请 得申请 不克征土地征支税 得申请 不是因 是得而已 那这是田赋的一个部分 OK 好 41条呢 好 我们一直在强调扩大经营面积 大家可以看到 41条讲的 就是 鼓励扩大经营面积的话呢 政府可以办理20年的贷款 那政府有 特别的这样扩大经营面积的 扩大经营面积的这样一个贷款 好 就是这个是一个政策性的贷款 它是长期存在的 好 所以你只要是有幸 要扩大更多面积 就是你如果要去买隔壁的地的话呢 你要去买周边邻近的这个地的话呢 那新增的部分 可以免田赋5年 田赋就是那个农地的 耕地的这个 这个地价税的部分 可以免 然后 政府还可以帮助你做20年的贷款 因为一般的这个贷款 因为一般的这个贷款的话呢 除了不动产 它可以有20年 30年的话 多数的贷款 大概都只有3年5年 比较短期的贷款 所以20年的贷款 对这个要买农地 来扩大基面积的农民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甚至都还有低利 那对大家来讲呢 比较重要的 各位同学 如果毕业想要从事农业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一条 42条 好 我们有所谓的7年农民的这样子的 购地的一个贷款 20年 但是 这边牵手回来 值不值得一开始就买农地 好 要承租呢 还是一开始呢 就把钱投下去买农地 这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经营计划书里面 大家可以去想的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是保价收购的一个部分 那我当我们的保价收购主要 那现在还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盗骨的一个部分 有保价收购 然后还有 可能我们鼓励转做的 这些杂粮作物的话呢 现在还有 那45条的话呢 这是我们成立的一个凭准基金 最主要就是如果这个 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波动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设立这个凭准基金 也就是说 当市场价格过高的 这个对农民来讲 这个售价对于成本的时候 政府可以从凭准基金的话呢 去帮助农民的这个 价格差的一个部分 从市场里面 来 从这个基金来做补助 那下面这一条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农民或农民团体 办理共同运销的时候 可以免征营业税跟印花税 所以 这里面这一条衍生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农产品交易办法 农产品交易办法里面规定 农民的农产品 进到消费地的时候呢 要直接进到批发市场 叫第一次交易 所有的工业产品 离开工厂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货物税的一个部分 都有所谓货物税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农产品的话呢 农产品的话 基本上的话呢 可以说这四六条来讲 是没有这个货物税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呢 它必须要经过什么 经过批发市场 经过批发市场之后 其实算是一种交易行为了 应该就是照说 应该是要有营业税的 可是四十六条说不用 如果你是农民 或者是农民团体 就是包括农会 农会余会的话呢 经过批发市场 他们就不需要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贩孕商 你去农村跟农民集货 进到批发市场 你就要缴印花税跟营业税 可是如果是农会 农会帮农民 把他们的农产品 从产地 可以运到台北的批发市场来 就不需要 这个教育就不需要 那农民自己出售他的农产品呢 就不需要印花税跟营业税 所以农民在路边卖东西的时候 有没有 农民在路边卖东西的时候 他就没有所谓的印花税 营业税的这个问题 他只要证明他是农民 所以这也是农民只要 刚刚还记得 农民的这个身份认 这个身份的认定上面 年营业额只要多少 三万六百块对不对 三万零六百块 然后出示什么 收据 因为没有营业税 所以他当然没有发票 所以他出示的是收据 原因是在这里 第五十三条 这一条是特别就是我们加入WTO的时候 所以政府的话 就特别成立的一个这个 救助的一个基金 保护国内的农产品 好 那再五十四条 所以政府应该编利了多少 一千五百亿的农业发展基金 来帮助农民 五十四条 然后五十五条 好 这也是为了因应这个 怎么讲 农地作为修跟造林的绿色行为 进行奖励 这都是在这个 加入WTO 因应WTO的时候 做的一些事情 好 那在农业金融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农业金融策划委员会 在我们讲农业金融体系上面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委员会 那就是做所谓的 政策性金融的一个部分 那五十七条呢 就是为了帮助农民取得资金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农业信用保证制度 就是农民要借钱的时候呢 他可以透过这个保证制度 就像他买保险一样 他就额外最多缴 比如说我带一百万 那我每个月多缴多少钱 几百块几千块的话呢 到时候一百万我还不起 这个信用保证基金 就会帮我还钱 这就是农业信用保证制度的 这样子的一个用途 那我们中小企业也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信用保证制度 那我们农业的话呢 就一样类似的 好 五十八条呢 就是上一次台风之后 不是说在讲农业保险吗 他的法源就是这一个 为了安定农民收入 稳定农村社会 所以促进农业资源 是充分利用政府 应举办农业保险 是这样子 有这个法源存在 好 那我们现在有的 这个农业保险呢 现在由富邦银行在进行 那他有两个高接离 他一个要远离灾害农作物保险 另外一个叫离上 立上家里 离上家里的农作物保险 还有这两个类保险 那你可以去看他的 到这个网站上 你就可以去看 你可以看到 他乘坐的风险 台风好雨 所以像这次台风过后 这个离数 要是造成损害的话呢 每一公顷 他最高的保险金额 可以到35万或者25万 那当然对应的 这个保险金就不一样 那这是主要的险 是保那个离本身 那另外一个附加险就是离税 就是那个花税的那个部分 那个就还没有结成离数的时候 那是寒害 就冬天的 冬天春天的那个时候 那个离税的话呢 受到寒害的话呢 可以附加这个保险 那另外这个保险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个离上加险 它是跟我们的 跟我们政府的灾害保险 是接在一起的 可以跟他接在一起 这样子来做保险 是说 在前面这个保险 大家可以看到的 最高就是给你多少 35万的损失 看你的保额 35万的赔偿 或25万的赔偿 这个离上加险的话呢 最多就是 看你的保额 3万或者6万 低温的话 好雨的话呢 就是6万9万这样子 那当然你要去看它的保费 要去看它的保费 那它大概去年开始实施到现在 去年开始推出 可能现在这一次的台风 可能就有人受害 就会去申请 所以这是你可以去 关注它的后续 那其实政府当然希望 政府当然希望做更多的是 推广到其他 所以上次台风过后 不是包括台东的世家 这是台风的橡胶 上次说台风橡胶 这些也都受损嘛 政府都是希望去做 不过不知道 你有没有注意到 做这个保险的难易程度在哪里 保险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分 这个风险的分摊 所以远离灾害 就是说如果是中部的离子受损 北部的离子没有受损 所以北部的离子 那些农民就可以去分摊中部的农民 或者南部的农民他没有受伤 他就可以去分摊中部农民的风险 好那变成南部受伤的时候呢 北部中部的农民就可以去分布 南部的去分摊这个 南部的农民的损害 可是这次的台风呢 哪个地方不受损 台湾最主要密集非常的小 所以台风一来的话呢 可能全省都受损 所以那个风险分摊的这个 这个理想的话呢 是相对比较困难实现的 好就一受损的话呢 可能全部都受损 可能全部都受损 好所以那个风险分摊的 分摊的那个想法是很难落实的 好这个是农信保 农信保当时成立的时候 有中央政府出钱 好那时候还有农林厅 所以农林厅他们有出钱 还有农余会 还有一些就是要参与这个 农民贷款的这些农业银行的 这些有几家银行的话呢 他们也赞助了 所以这是生产的一个流程 这个农信保基金 好 58条是讲这个保险 对不对 59条呢就是讲老农 就是我们讲这个老农退休金的 一个部分是59条 所以要建立奖励老年农民离退 离农的退休 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老农津贴 他的法源大概在这个地方 可是老农津贴 并没有建立真正的一个法条 他只是一个行政命令的一个方式 好60条呢就是天然灾害救助办法 你可以看到 应天然灾害受损 政府得办理现金救助 补助或低利贷款 好所以这次台风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农委会马上已经公告了 10日之内 10日之内的话呢 这个公告受损超过整个县市 它的损害超过20%的话呢 它就可以办理现金救助或低利贷款 损害程度越严重的 它就是办现金救助 损害严重比较不严重的 就从低利贷款开始做起 好这是60条 所以60条跟58条 你觉得哪一条对农民的帮助会比较大 农业保险跟天然灾害救助 或者如果你是农民你希望哪一个 当然现金救助或低利贷款 这个现金救助也不会是到35万到25万那么多 每公顷不会是那么多 可是你不要忘记 你拿到35万的这个保险金 你当时交了多少保险费 可能六七万一年的保险费 好可是现金救助呢 政府没有要你半毛钱 政府就给你什么 帮助你去复根 这是最重要 其实这个救助 它只是灾害受损的一个救助 所以它当然不会全额赔偿你 它只是赔什么 你当时种植的成本 做部分的赔偿 希望你能够迅速恢复生产 当然目的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不能期待说政府是什么 全额我全部赔 我全部100万 那政府全部赔我 当然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只希望不要忘记了 迅速恢复生产 好让你不会说 在那边就停顿下来 这是六十条 好那刚刚讲到老农退 老农的这个什么 就是老农年金的问题 对不对 好那这个就是刚刚 我们讲加入农保的资格 这里面有一些刚刚 最主要我们要是看的 加入农保的资格 刚刚只要你是农会会员就可以 对不对 好 还有这些其他条件 就是资租的那个部分 好 还有一样的 你销售金额都是什么 三万零六百块 好 这是也是去年很大的议题 对不对 假农民的问题 我们说很多人他这个 都已经移民海外的什么医师娘 什么他们都可以拿这个 老农年金 因为老农年金 已经从最开始施行的时候 只有三千块 现在已经加码到七千块了 每一次选举就每次加一块 加一千块 不是加一块 就加一千块 选举越多加的速度就越快 所以现在已经到七千 所以监察院呢 在去年他们就提出 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 所以 刚刚那一页你可以看到 加入农保0.1公顷的农地 就是你变成农会会员的条件 你只要有0.1公顷 你就可以加入农会当会员 有吗 刚刚你有看过 对不对 农会的这个会员的这个条件嘛 你要自根啊 或者是这个当电农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 那当时的这个情况呢 加入之后 64岁加入 六个月之后就可以勤零 老农今天是65岁 就是满65岁就可以开始勤零 所以他们在加入 在没有修法之前呢 65岁前半年 前半年六个月之前你加入 你就满65岁就可以开始领 每个月就是7000块 国民年金领多少 3500嘛还是3000 国民年金 所以老农津贴不公平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变成说农委会有一半的预算呢 都在做什么 在做老农津贴 都在做这个部分 所以去年的话呢 这个陈主委的话呢 他就去做了改变 他就去修法 他说必须要做什么 他在这边 农保要满15年以上 他做要这个满15年以上的这个规定 就是 所以他就把一部分的人就把它删掉了 那 我们刚才讲说有很多做事情 政府在做很多事情 虽然依法有据 但是在执行上面呢 你要相对细腻 所以这个老农津贴在 这个修法的办法上面的话呢 他有去做了一些 仔细的一个研究 所以他有一个 缓冲 有一个过度 他有一个缓冲过度的这个部分 原来是6个月 你只要缴满6个月 你在65岁 满65年前 6个月缴满6个月 你就可以开始领 所以他要把它延伸到15年的话呢 他就把它变成是什么 减半 好 因为你是之前 你就已经加进来 在这个办法修法之前 你已经加进来的人的话呢 那我对你的 照说 这个法律是 对人民是比较负面的话呢 当然是 是不受及既往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做了这样的一个 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折中 好 已经加入6个月 未到15年的话呢 那就让你领一半这样子 好 然后后面的人呢 从这个法通过之后的话 就一定要满15年 加入农保满15年的话呢 每个月7000 当然这个金额 以后会再调整 如果后面继续调整 这个金额的话呢 就会继续调整 好了 农委会在这边很仔细的 他有去算什么 他很清楚去算 这些所有的这些 领老人津贴的 这些人口的比率 他就去分 然后他就去看 有影响的人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呢 有2.7万 长期旅居国外 然后他就回台湾居住 就每一次就回来一下 然后就领这个7000块 这当然是最不公平的地方 对不对 好 这一部分人全部把它取消掉呢 大家都应该还蛮赞成 对不对 好 所以在法律上对他们来讲 他一切何妨 可是他们事实上 就是社会观感最不好的这一群人 他们应该要什么 应该有自觉吧 自己应该自己要 自己出来放弃的 可是这边 有2.6万人 2万6千人的话呢 就是这个已经加入了 然后符合 已经可以开始领 这些人就减半 但这些人如果说 他的经济上真的有困难的话 3500块也已经比国民年金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部分事实上是讲得过去的 所以农委会在这个地方的改革上面 相对他整个在法院 在改变上面的话呢 真的是相对是做得已经是比较完善了 不过还是回到前面一页了 还有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到底什么叫农民 谁可以加入农保 对不对 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 这是必须要去解决的 彻底解决的 一个农民他真的年营业额只有到什么 3万06百吗 如果一个农民真的年营业额只有3万06百的话 这好像农委会也该检讨嘛 我们的农业收入怎么走这样子而已 好 这是休闲农业法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可以再看 农业推广 这是最主要的法则就是那些 买那个法人买农地没有好好利用的那个部分 休闲农场最终是这个 好 那农场登记讲什么呢 但我们希望农场呢 就是扩大经营面积 所以希望农场都有登记 那这个农场我们有所谓的土地利用型农地 农场也有设施型 土地利用型就是它主要是靠土地来生产的 设施的话呢 那当然它最主要是要有温室啦 或者像温室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是设施利用型的 所以他们登记的时候呢 要求它登记的面积当然就不一样了 所以土地型的话呢 可能就要5公顷以上 设施的话呢1公顷以上 它的规定就会是比较这个不一样 那你做农场登记最重要你需要什么 一个技术员 农场里面需要一个技术员 那这个技术员的话呢 他譬如说他可能就是种水稻的话 那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就有出路 对不对 因为在农场里面我需要一个技术员嘛 那大学毕业的这个就算是一个专业 所以在农场里面他就可以挂一个技术员 他就可以去做农场登记 这是技术员的一个要求 那这些生产的一个条件 登场的登记证的内容 那我有去看过有一些去访问一些农场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有农场登记证 他就会蛮高兴的把它挂出来 所以以后大家去看农场的时候 如果看到的话呢 一定要给农场主任好好的赞美一下 就他还至少表示说他农业的面积够大 再不然他做的是设施 对不对 有5公顷或者1公顷以上 这样的一个设施 他愿意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定去执行 那你要注意这个证呢是有期限的 这个登记证是有期限的 所以他必须要去更换 他必须要去更换 要去更新 那这是政府对这个农场 有登记的这个农场给他们的一些辅导 这些辅导看起来也都好像还不错了 然后还要做考核 然后给他们一些奖励 所以基本上 就跟我们商业登记的概念是一样 像我们公司的话呢 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 当然他是依法成立 他有各式各样的一个规范 那如果是商业登记的话 就一般的小商家大概就做商业登记 那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想法 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 很多的这个小商家事实上 他也没有商业登记 那我们有些小农 当然他也不想去做这样的工作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对不对 也没有强制性 也没有强制性 那你只是说 我去参加这个农场考核 然后我得了一个特优的一个优良 然后我就挂一个牌子 然后或者是我可以在媒体上曝光说 我曾经得过这个奖 我跟农委会主委 跟总统照过像这样子 帮你的农场经营加分 好像是这样子 有一些比较好的民生 但是实质上的效益呢 并不是很多 可是 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你会去登记的话 是不是应该比较看重自己 然后你在经营上面 你也会比较 至少政府可以给你一些辅导 对不对 帮助你行销 改善财务 对你的经营管理的话 他可以给你一些 给你一些这样的一些辅导的 一些项目 基本上 当然这会是 让你是越来越好 那简单来说 他真的没有一个制约的一个效果 但是 我们还是朝这个鼓励的方向 这是我刚补充的 牧场登记 所以除了农场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牧场 这个牧场登记 讲的 要登记的 种序牧场 就是它是在 它是 它是在帆扬这个 种株啊 种母株啊 像这样子就叫种序 或者种鱼的 这样 不是 这是牧场 种禽 就是它是家禽 鸡鸦 鸡鸭的这样子 那种序里面包括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序呢 包括猪 包括 后面等下看到 包括羊 包括马 包括鹿 包括兔子 都在这个 都是序牧的一个部分 那生产牧场 就是后阶段的 就是它的目的 不是在繁养这些 种就是 这个种 这个种序的话 它是 它是要繁殖那个 小猪小牛小鸡小鸭 然后卖给生产的牧场 我们大概有做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分工 好 那这三种牧场都可以 都需要去做登记 那登记呢 在养头数 你看到 种牧场呢 种牛40头 种马20头 种羊50头 种猪60头 种土100头 种鹿30头 家禽呢 都是500只以上 就是如果你说我是 我是做种序的 我是做种庭的 你只要养了这么多 你就一定要去做登记 你要做登记 这个跟农场登记 是不一样 农场登记只是说 你是 你是比较自愿性的 好 可是这边就是 你一定要去登记 生产牧场的话呢 在去年的4月 在去年4月的话呢 做的修正 就是猪的部分呢 从200头降到20头 家禽的部分 从3000只降到500只 为什么 因为禽流感 因为禽流感 所以你看 家禽养了3000只 我不要去登记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养在哪里 不是吗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你养在哪里 你都不登记的话 我也不知道你有养了 可是禽流感一来呢 因为那扩散速度 是非常快的 所以政府在管理上 非常的困难 所以就做 这样的一个修改 500只以上 你就要登记 你就要登记 所以政府就可以 很快的抓到 禽流感一发生 所有的农场 我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没有养 超过500只的话呢 大概就算是 在家里养这样子了吧 不到规模了 所以500只大概是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门槛了 然后猪的话呢 当然口蹄液的问题 到现在我们还是疫区嘛 所以一样我们还是做 这样的一个限制 所以 最开始我查的 农场登记原则的时候 还是黑色的部分 但是我有查到 104年 农委会已经公告了 猪的话是20头以下 家禽的话要500只 这是为因应 轻流感跟口蹄液的话呢 就做这样的修改 好 那你可以知道 我们的这个动物的话呢 牛 马 羊 猪 兔 鹿 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 属于家禽的部分 又有人养鳄鱼嘛 鳄鱼应该是养之 不在这边 好 那农场登记还很重要 要做什么 因为你要设置什么 排泄物的处理设施 还有就是他的什么 他们的这个情绪 的这个尸体 好 的处理 你有登记之后 政府就可以追踪你 好 所以这也是这个 牧场登记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 所以在这个牧场的登记 上面的话呢 是比农场的登记 是更加严格的 好 他是更加严格 好 但是我们刚刚有讲 农业保险 对不对 好 刚刚农业保险 主要讲的大概是 讲农作物的部分 那我们的这个 畜牧的部分呢 鸡 或者鸭 其实我们有动物保险的 好 我们在农会里面 事实上他们都有 都有这个 都是属于动物保险 都有保险的一个部分 所以他们的这个 保险的话呢 大概把它就是 这个死亡的时候呢 就会用保险的话呢 去帮他们做这个 这个动物的尸体的一个处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之前有出过一些问题 什么 病死猪啊 病死猪啊 有没有 好 那个家禽啊 那个就是在半路被拦截 说那个肉还被拿去做什么 做其他加工品 好 那事实上在这个 动物保险里面的话呢 都已经涵盖了 所有的这些 好 死亡的动物的尸体的一个处理在里面了 好 所以他们通通要送去画质 好 送去要 那个浑化炉里面的话呢 去把它 去把它销毁掉这样子 好 听说现在有那种 有那种很 很强的细菌 不知道是什么菌啊 好 听说的了 好 好 他说那个细菌放下去呢 好 全部化为乌有 好 就是这个所有 鸡啊 什么那个生病的那个尸体啊 那个细菌放下去呢 就全部就会消失 好 不知道真的假的 好 好 好 我们再次办有同学 他们就去 要去研究好 就因为 这种 你想想 要是一发生禽流感 一发生口蹄液的话呢 那个 动物那个死亡的 那个数目非常多的时候 要去浑化炉处理的话呢 那个 那个 处理的这个速度 其实是非常慢的 所以有人就去研究 就看怎么样子 可以用 比较快的方式的话呢 把这些动物的 这些死体的话呢 把它处理掉 而又不会造成什么 不管是造成环境的污染 造成废水的一个污染 好 甚至你包括用掩埋的话 它都是造成土壤的一个污染 好 所以这是蛮重要的 好 需要去处理的一个部分 好 好 最后我们看到休闲农场的一个 部分 好 所以 在 这个 农业发展条例里面 对休闲农场 有做了一些定义嘛 好 那里面很重要 譬如说你需要有田园的自然景观 你要有农业的这个农业活动 那样的农村的文化的一个部分 那这些都是属于休闲农场的一个部分 可是在休闲农业这个地方 这个办法有在修过了 我们现在直接讲他叫休闲农业辅导办法 所以他不是针对休闲农场而已 他讲的是整个农业 整个休闲农业 那他更强调的是什么 休闲农业区 不再是讲一个休闲农场 因为一个休闲农场 在一个 譬如说像白河 台南的白河区 他非常有名的是他的莲花 那以前桃园的话呢 桃园的观光 桃园市的观音区 也有很多的莲花 他们也办过这个莲花祭的一个部分 那很多农场 他们自家农场 每一个农场都有莲花 那你到底要去哪一家 你去了第一家之后 第二家也差不多 第三家也差不多 对 你逛了一家 你大概就不想去逛其他家了 就像其实就讲最近的 阳明山竹子湖的那些海域的那些农家 也一样嘛 每一家都是 都一样是种海域 只是说他的那个景观看起来好不好看 这样子相对的 自然条件对他的这个 造成的这个背景好不好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差别而已 所以再去讲休闲农场的话呢 相对这个 整个他的这个 经济价值的话呢 他的影响力就比较小 所以政府有去朝 所谓的休闲农业区的 这样想法去做发展 所以像宜兰的话呢 他们就会比较积极的 他们就去成立了几个休闲农业区 就朝那样的目标去做 那可是做休闲农业区要什么条件呢 你可以看到 废筑适用地要50公顷以上 600公顷以下 所以西洋村已经做到是什么 可能整个 整个农村 整个村子通通都要包含进来了 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规划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希望是朝那样的一个方向来做 那这是这个办法之下的 所谓休闲农场 那这个休闲农场 休闲农场里面比较强调是什么 农业用地不能低于面积的90% 那而且就是90%是0.5公顷 因为早期的这个休闲农场要成立的时候 对面积的话是有蛮大的要求 他说你的面积要5公顷要几公顷 那时候都是小农 他们想要转型变休闲农场 这面积都达不到 所以政府就变成去修改 说你的农业的这个跟农业用地 农业用地只要达到休闲农场90% 但是最小面积不要小于多少 0.5这样子 就尽量的去放宽 好 可是这时候农业用地要包括什么 你就看前面的农业用地 产自销 那个土地的部分 农舍的部分都其实都算农业用地 对不对 所以已经不是我们想像说 你要90%在做什么 在做农耕 在做羊子 在做畜牧这样子 不是那么强制的一个要求了 不是那么强制的一个要求 那当然后面有讲了一些 譬如说要有停车厂 要安全测试 它不是讲农业生产的一个面积 但是我要在这边还是要先提醒大家 休闲农场如果没有农业生产 它还能不能叫休闲农场 农场 虽然它是休闲 休闲是很重要 好 可是如果你已经没有农业生产的话 那你还能够叫农场 这是我们在后来 休闲农场经营上面出现的一个矛盾 重点跑到休闲去了 所以我们就去盖那个很漂亮的民宿 我们去盖很漂亮的花园 然后农业就不见了 就是你做的那个农业的话 譬如说我去做 我去盖很漂亮的花园 那可是你说不要把我叫做香草植物 我是香草农场 但是我的香草呢 已经没有了 就在那个花园里面种几只 种几个迷迭香 种几个薰衣草 就种这样子 但是我的庭院很漂亮 我的餐厅很漂亮 这时候重点已经全部的走位了 所以很重要的 既然你要强调休闲农场 不能够忘记你原来的初衷 还是什么 还是农业 还是农业经营的那一块 好 OK 这是休闲农场 这个休闲农业的部分 好 所以我们下半段的话呢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讨论这个 农业发展条例的部分 那那个部分的话 牵扯到整个农业的一个发展 牵扯到农民的福利 牵扯到整个农产价格 农产运销的一个部分 好 然后我们讲到了农场经营的 农场的登记 那这里面其实农场登记并没有强制 可是牵扯的话呢 确实有这个政策上面的一些考量上面 好 所以它有比较多的一个强制性 好 那休闲农场当然 好 因为它会比较多的一个公共 外来的人的一个参与 好 所以它的公共设施上面 安全设施上面是比较重要 比较多的考量 好 所以政府在这边也做了蛮多的规范 好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好 不管你经营什么 不要忘了你的初衷还是农业 还是农业 好 那一样回到我最开始的土地的这个主题上面 农业还是在保护这块土地 好 保护我们所仅有的这块土地 应该它是最重要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工具 好 所以怎么样把农业做好 不光是维持我们自己的粮食安全 它也在捍卫 在保护 在维持我们既有的这个 我们站立的这块土地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当然我也要再一次的提醒同学 对你私人土地的这个部分 你所应该主张的一个权益的话 你也要适度的去了解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跟土地相关的一些办法 虽然它不是农地 但是因为它跟你个人的权益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还是要去做适度的一个了解 去主张你的权利 好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跟农业经营相关的一些法规 还有很多的法规 当然这个课没有办法去涵盖 大家可以在这个陈振卫老师的农业法规的课程里面的话 再去学习 那农业政策的一个部分的话 大家也可以在 刚刚讲到三岐五简柱 讲到我们的土地政策 讲到我们的这个粮食政策 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在林国庆老师的农业政策的这个课程里面的话 再去学习到 然后金融的部分的话 我们还有吴荣杰老师的农业金融的课程 大家可以在那边去补充更多的知识